时代的症结在自信心 年轻人自信心越少 胆量就越少 胆量越少 能做的事情就越少 来翻转电台 用知识充实你对周遭世界的了解 培养你的安全和自信心 来翻转电台 用知识充实你的自信 大家周一晚上好 欢迎继续参与翻转电台的知识分享 我是李侯辰 讲得越来越细越来越细 六期讲不完 现在看起来八期应该能讲完 因为还有100年 我们从1400年讲到1900年 还剩下 我们今天会讲进1800年 所以剩100年 应该还有两期讲完 我觉得时间刚刚好 这两期讲完呢 我们就在2017年完结这个系列 2018年开始我们讲别的 那么上一期啊 就是第五期是个很重要的转折 第五期相当于我们之前总结出了 跟现代社会高度相关的三个思想家 以及他们的路线 一个是霍布斯 一个是洛克 一个是卢梭 那上一期讲的呢 就是这三个人的思想 汇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个历史事件从头到尾 把三个人的想法一一实践一遍 因此也暴露出 每个人想法的毛病和问题在什么地方 尤其是他们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么就是法国大革命 那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讲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还在发展 没有被消化掉的思想资源 我们上一期讲的第一位就是修末 那修末呢 其实通过上次我们讲啊 可能是大家平时 如果及时了解修末 可能你也没想到 修末其实是今天这种进化论的 最早的提出者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他的思想 其实也极大的影响到了 我们今天对于社会的系统论 和社会演化论的思想 那么从这期开始 你就正式看修末提出的这个方法 和这个思想 包括法国大革命本身 是如何沿着这个线路啊 往下一步一步发展的 那么今天讲的可能是这个系列中 最重要的两个了 两个人嘛 我觉得说最重要 我都不用加之一 很可能还真是最重要两个 就是康德和黑格尔 我们放在这一期来讲 那么其实之前在 翻转电台的这个分享中啊 我们分别讲过康德与黑格尔 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 并不是像之前一样 我们拿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 从头到尾说一遍 不是 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去听那两期就够了 今天我们更要讲的是 康德和黑格尔 是怎么在 他的历史时代之中 去解决问题 发展思想 以及这个思想 是怎么影响他的时代 以及影响我们今天的时代的 因为我们都说了 从修末开始的思想 就是我们到今天 还没有消化的思想宝库 所以康德和黑格尔更是 我认为说到哲学家 就即使对哲学家群体 并不了解的人 可能耳熟能详的几个名字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 要么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三杰 就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如果不说古希腊哲学 可能最熟悉的名字 就是康德与黑格尔这两位 那不光是我们熟悉 事实上对于思想时影响最大的 也是康德和黑格尔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回答的问题 就是这两位为什么这么伟大 在正式开始讲康德和黑格尔之前 我们先来讲讲德意志 在我们上一期分享的结尾 我们提到过一下 在我们之前讲了五期了 出现过两个德国人 一个是马丁路德 一个是莱布尼兹 马丁路德还不能完全算作哲学家 因为他是宗教改革家 莱布尼兹当然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 但是从今天之后呢 我们一共会介绍23位 这23位里面的只有五个外国人 一共有18位全是德国人 也就是说 确实从18世纪19世纪 乃至到20世纪 我们上次也讲过 我们之前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 都是德国人或者说德语的人 就仅仅从18世纪来说 哲学家就有莱布尼兹沃尔夫 康德 费西特 黑格尔 谢林和舒本华 那文学呢也是很多伟人啊 拉兴 就是写拉奥孔 就是著名的美学家 写拉奥孔那位的拉兴 哥德 海捏 席勒 还有海德格尔 最爱的赫尔德林 音乐就更不用说了 就古典音乐 可能最 快值人口的几位大家 巴赫 贝多芬 亨德尔 莫扎特 这四位都是18世纪的德意之人 那我们就要问个问题了 就是 18世纪之前 德国人干嘛去了 为什么18世纪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德国人 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确实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能看到在历史进程之中 一个地区啊 它为什么会开始出现这种思想的爆发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看起来都是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年代啊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德意志 突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呢 所以我们会稍微往前说到12世纪 我们之前在讲科学革命的时候 其实讲过12世纪文艺复兴 12世纪文艺复兴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早期其实挺顺利的 所以早期形成了大量财富 这个时候我们也讲过 在那个时候呢 欧洲开始出现了歧视团的秩序 就是各个歧视团 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原因 获得了大量的财力支持 自己也发展壮大 因此在连接老的西欧 也就是法兰克王国 意大利等等区域 与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路线的这个路途之中呢 就是现在德国境内这个区域 因为是两个路线嘛 一个路线是威尼斯人帮他们用船 从地中海运过去 那陆路呢 就是从德意志这边过 因此这边呢 形成了很多的城市 最早期的城市集群 就是12世纪开始出现的 这个地方呢 叫汉撒同盟 这个汉撒同盟 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啊 就今天德国的汉沙航空 这个汉沙的名字 就是来自汉撒同盟 就是对于这个地区的统称 所以12世纪欧洲兴起了 比14世纪文艺复兴更早 为文艺复兴做出很重要铺垫的 这么一个文化盛世 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歌特艺术啊 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 文化歌特艺术 其实确实是 不管是技巧本身 还是技巧所呈现出 教堂的宏伟程度 比之前都有非常非常长度的增长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旺期 我们之前也讲过 欧洲中期有一个暖季 对吧 我们现在如果从 气候决定论的角度去讲 也不能叫决定论啊 就是如果 当然极端一点 我们叫气候决定论 如果没那么极端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气候周期 看对文化的影响 欧洲在中世纪呢 经过一个暖期 这个暖期平均气温上涨了 大概有1.5度的样子 导致欧洲极大的繁荣和人口上涨 也是重合这个时代 对这个时代 从东边的阿拉伯 传回了很多古希腊的哲学 与科学著作 引发了这场复兴 所以说拉丁文的古典学啊 罗马法的进一步复兴啊 在十二世纪呢 变得非常的繁盛 那包括高等教育啊 经验哲学的大发展啊 也是这个年代的 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非常著名的经验社学家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阿尔伯特 大阿尔伯特呢 刚好就是汉萨同盟 是一位德国人 那我们就要问了 那按理说 他应该延续到我们讲的1400年啊 也就是说 为什么从1400年开始出了问题呢 而且我们知道 1400年啊 这个地方可是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代表 这个地方的政权啊 在欧洲诸王国之中是最大的一支 只有他是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一波 他的王可以称自己为皇帝 而其他地方呢 只能称自己为国王 所以他出了什么问题 他出的问题 刚好接到我们第一期讲的第一个事件 就是波兰与匈牙利联邦重创条顿骑士团 因此也就是我们讲的十字经秩序的瓦解 传统封建制 被制度性的现代国家 慢慢慢慢替代的过程的最开始的事件 就发展在汉萨同盟的地方 当这个波兰与匈牙利重创这个 不是匈牙利我说错 是波兰与立陶宛 波兰与立陶宛联邦 重创这个条顿骑士团的时候呢 确实也带来汉萨同盟的这个衰落 当然更重要的事件是我们之前讲过 由宗教改革最后引发的三十年战争 整个三十年战争让这个地区啊 确实是名不聊生 因此 为什么有将近长达将近两到三个世纪的时间 整个这块区域没有延续十二世纪的繁荣 而远远的落后于 不仅落后于 类似于像英国和法国这样传统的强国 还落后于这种新的殖民国家 像荷兰 葡萄牙 西班牙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三十年战争讲过啊 因为三十年战争实在太惨烈了 导致它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恢复过来 但是确实从十二世纪开始 它的积累一直在 所以这个地区复兴 它的文化整个复兴起来呢 也没有花太长的时间 因此确实从十八世纪开始 德国突然 这个在文化上狂飙突进啊 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它确实在过去就已经有很好的积累 因此慢慢从三十年战争的这个灰烬之中 喘息过来这个新国家 也是延续了十二世纪 非常的重视教育 比如说一七零年的莱布尼兹 作为这个大陆重要的这个理性主义者啊 就建立了普鲁士皇家科学院 当然当时全欧洲都在新建各种皇家科学院 比如说牛顿 可能就是这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 对人类历史 起到过最重要推进的人物 就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人物 当然普鲁士那个时候也会新建皇家科学院 那么当然更重要 1717年普鲁士国王开始 第一个实行义务教育的系统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义务教育 当然这个义务教育覆盖的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啊 覆盖的是小学教育 因此呢 在这个周期普鲁士境内 能够阅读的人呢 大大的增加了 那这个教育就不得不说到 我们讲的莱布尼兹与沃尔夫 但这个教育 它指的不是义务教育系统啊 当时整个普鲁士的教育系统呢 都由于这个国家的兴盛 变得繁盛起来 这里说的国家兴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都讲了 整个大的区域 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 但神圣罗马帝国的境内呢 是由若干小王国兴起的 这些所有小王国里面 当时最繁荣的这个 就是被称为普鲁士的这个王国 大家学世界史都学过啊 就毕斯麦 铁学史上毕斯麦统一德国 就当神圣罗马帝国 彻底瓦解之后 统一新的德意志 就是由普鲁士王国为核心 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国家 因此普鲁士现在慢慢崛起 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 大家如果对拿破仑的历史 稍要了解的就知道啊 就反法同盟 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力 就是与法国紧紧接养的普鲁士 就上一期我们讲大革命也讲到啊 就是法王当时还没被 没上断头台 被砍到头之前 就是去保法王的命啊 就是说你们要伤害法王 我们就要进攻你们这个国家 就要焚毁巴黎的 正是普鲁士的军队 那么这里就要提到这位沃尔夫 我们可以简单的提一下 最后他形成了 莱布尼兹沃尔夫哲学体系 在普鲁士的教育系统呢 就在康德的时代 是最重要的教育文本 这位沃尔夫在今天 其实没什么名气啊 我们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个人 只能从这时候 思想实力来知道他 但当时他是非常非常风光的 他在这个德意志境内呢 曾经被勒令离开 他所执教的大学 因为他 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然神论者嘛 我们之前讲过自然神论 他也是个重要的自然神论 甚至有点无神人倾向的人 因此在这个 就是在被教 被这个新教看来啊 可能有无神倾向 因此被勒令离开到大学 但是沃尔夫在他的年代 非常有影响力 就是这个斐特列大帝啊 勒令他离开他执教的大学之后呢 他很快就被马堡大学 聘为哲学的首席教授 不仅如此啊 还先后被伦敦 巴黎斯特哥尔摩的科学院 很快聘为院士 还被当时冉冉 掀起的一个新国家 就是沙俄 被彼得大帝任命为 彼得堡科学院的副院长 其实确实 他在那个时候声名确起啊 所以说柏林方面呢 也不得不重新 对他的哲学进行评价 那么沃尔夫这个人 在当时很有影响力 他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呢 就是因为 在整个欧洲 我们当时讲了 其实是受到了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 很重要的影响的 就是怀疑论哲学 经验论哲学 那么继承从笛卡尔 到莱布尼兹 这个理性体系的呢 就是对沃尔夫 沃尔夫将莱布尼兹的哲学 彻底的系统化 莱布尼兹本来就是一个 系统化程度很高的人啊 但莱布尼兹其实 他既有哲学 又有数学 又有科学对吧 因此随着哲学的发展呢 沃尔夫将他 进一步的系统化 完完全全形成了一个 纯粹鲜艳理性的 知识论体系 可能之前有同学 没有听过之前的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鲜艳的知识体系 也就是说 从英国经验论看来啊 所有人类的知识 必须通过经验 经验就是我们日常感觉 构成的那个经验 就比如说我摸到火 它是烫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才知道温度等等的 从中出来 但是从莱布尼兹来看 不这样 莱布尼兹不认为 知识来自于鲜艳 莱布尼兹认为 知识来源于数学 不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 他认为纯粹来源于 鲜于经验的 或者超于经验的东西 其中重要的呢 就是数学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仅仅通过逻辑的 假定和推断 得出整个知识体系 那这是大陆理性主义的 一个传统啊 那沃尔夫呢 就是将这个传统形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系统 这个系统对普鲁士的影响很深啊 在普鲁士当时的教育系统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任何老师啊 在大学里面讲哲学 你必须有课本 其实很像我们现代教育的一个 因为普鲁士教育 确实是现代教育的初心 现代教育特别重视 课本课纲 就是说为了能够约束 或者管理这个教学的这个质量 我们需要照本宣科 或者一定程度的照本宣科 那在康德的年代呢 整个统一德国哲学呢 就照本宣科就有一个课本 这个课本 就是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的哲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除了讲这个 还要讲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通过他呢 我们能够看到 当时欧洲思想一个重要的转变 这个人就是戈德 与戈德当时代表了 重要的浪漫主义文学 那我们知道当时18世纪 有重要的这个浪漫主义运动 这个浪漫主义运动呢 称为狂飙突进运动 这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 就是戈德和他的好朋友海涅 那戈德呢 这就了不起了 戈德最重要的著作 福士德被称为西方的红楼梦 当然 一点都不是因为说这两个小说 他的题材像啊 或者他表达的中心思想相近 完全不是 说的仅仅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也就是说 福士德之于欧洲 就像红楼梦之于中国文学一样 他可能是 the most important text 就是他可能最重要的文本 都不用加之一 那到底什么是浪漫主义呢 浪漫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文学 包括我们讲的贝多芬 海顿和莫扎特 也是著名的浪漫主义作曲家 浪漫主义是这么一个思潮 就是浪漫主义之前的文学啊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博家秋的十日谈 淡定的神曲 包括我们讲的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 类似于福尔泰写的 或者孟德斯就写的 波森的信扎 福尔泰写的老诗人 就这些文本和文学 都有个重要的特征 这个特征呢 就郭德刚刚讽刺过 就是说艺术作品 一定要有教育意义 在那个年代其实也一样 就之前的艺术作品 都有非常浓厚的教育意义 这个教育意义呢 其实是刻在这个 书的情节之中的 它会被非常非常明显的写出来 它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本身呢 它也有强烈的反制度啊 等等等等的特征 我们知道 淡定的神曲 对当时意大利的统治 和教皇的统治 就有很多非常直观的讽刺 对于神学教条 或者神学的 说教吧 我们说的严厉一点 在里面量也不少 当然我刚才引过的钢指 是为了开个玩笑啊 因为我们绝对不会说 浪漫主义的作品 就是一个面向市场的作品 或者是一个完全没有 教化意义的作品 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福士德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 教化意义的作品 但是与他之前的相比呢 与其说之前的小说 更多的或者文学作品 更多的是从情节和事实 从浪漫主义开始呢 就是人的情感 也就是说 我们说之前的教化 如果我们说 之前的文本教化 是靠说理 靠叙述 现在文本的教化 靠的是人的情感 来教化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 不管很多文艺工作者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疑情 就你的作品 能不能激发人的同理心 能不能起到 这个疑情的作用 情感在那边 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东西 特别说歌德的 很有名的一个作品 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们之前讲维特根斯坦 早是开玩笑 说是少年维特根斯坦之烦恼 对 这个少年维特之烦恼 是一个 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他的情节 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实就是少年维特 喜欢上了一个 已经订了婚的人 他喜欢这个人 那个人也爱他 所以他们呢 有一段布伦之恋 这个布伦之恋 到最后 无法继续的时候呢 那个维特就最后自杀了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在当时啊 因为但我讲出来呢 把这个浪漫主义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就是情感部分 相当于是完全的抛弃了 所以肯定不能就说 OK 我原来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就不用去读了 我们之前讲这个文学理论 和艺术理论也讲过 就艺术跟说理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无法通过介绍 它去期待 对它本身的感受 所以说无论如何 它是一个很值得看的 一个小说 那么这个少年维特 少年维特之烦恼啊 当时引发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第一呢 在当时的欧洲引发了自杀潮 也就是说 人们确实对维特的情感感同身受 就是维特这个追求恋爱 却受制于传统的家庭观念 导致他的感情 无法抒发这个东西呢 感同身受 当时欧洲有很多人自杀 出现这个情况 让哥德不得不出来解释这个事情的地步 其次呢 这个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 因为本身呢 这里面看起来歌颂 或者着力描绘的 其实当时社会最不齿的 和大家不太能够接受的一种情感 我们知道法国当时就是启蒙时代啊 法国上流社会是非常非常开放 性开放的一个社会 但转过来的德国这边呢 确实还不是 对这里面不管是他反建制 就是反传统的这个特征 还是他大大的开始描绘个人情感 而不是通过事实 通过说理来的特征 都开启了一种新的潮流 这个新的潮流呢 就被称为浪漫主义 这个浪漫主义啊 那要直到二十世纪 才被新的东西替代 大概统治了有一百年的时间 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流派 当然被替代 不是说他就完全没有了 浪漫主义直到今天 还深刻的出现在 我们各种刚才艺术作品之中 比讲浪漫主义更重要的呢 就是要讲福士德这部作品 因为这部作品呢 不光他为什么在欧洲文学史上 影响这么大 就是他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 深刻的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并且影响了启蒙运动之后的各种精神 事实上福士德精神 跟黑格尔哲学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 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色彩的哲学 映射出了现代人的诸多精神 这个精神内核 之前我们总结可能有三个 就是福士德 哈勒雷特 和唐吉科德 但其中最重要的 而其核心的呢 就是福士德 福士德 这是一个常诗 我自己读过 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 尝试过 但却没有读完 从今天的角度啊 再去欣赏 这样的一个文风 包括他的叙述形式呢 确实有困难 但是如果你真的 耐得性子读的话呢 我相信会具有非常大的收获 但这个地方 我们简单的讲讲 福士德讲的是什么东西 福士德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当时这本书 大家引起很大的轰动 也有当时的记者 去问歌德 问那种特别不合时宜的问题 在我们今天看来 就说你能用一句话 总结一下福士德讲的是什么吗 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也经常的 我们问一个导演 或者问一个演员 你能用一句话 说到你这个戏讲的是什么吗 虽然这样的问题 很不合时宜 但歌德还是回答了 歌德这么说的 福士德讲的是一个 不断纯净的故事 所以我们来看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叫做一个不断纯净的故事 福士德主人公 福士德博士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 保学知识 他生活在他的城堡里面 跟周围的村庄接壤 这个人可能知晓一切知识 保读诗书 而且具有很多才能 包括医学 炼金术等等的 周围享有很高的名望 周围人生病 包括出现很多自然灾害 都会找他 由他来解决 但这样的一个人呢 却生活在极大的痛苦之中 经常想到要自杀 就是他觉得没意思 意思是说 福士德最开始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些知识没用 他因为自己 自己知道这么多 导致 恰恰导致他现在烦闷 就人世间有很多事情 他都没有享受过 也没有体会过 他觉得自己 其实虚度了这一生 因此这个时候 上帝与魔鬼打了一个赌 就上帝相信啊 人是会去 肯定他的生活 导向善的 魔鬼就认为 他可以让福士德 沉浸于肉欲 沉浸于享乐与欲望 因此他们打了一个赌 如果魔鬼赢了呢 魔鬼就可以得到 福士德的灵魂 那如果 福士德能够经受住呢 那魔鬼就输了 福士德就会去天堂 和上帝在一起 因此呢 这个里面的男二号啊 这个小说就是 Mephisto 这个魔鬼 叫做永远否定的精灵 否定一切 他就与福士德 定立了一个契约 如果他可以让福士德满足 也就是福士德说 我是一个永远 不会满足的人 因此魔鬼说 如果我能够让你 心满意足的话 你的灵魂就归我 我可以带你看尽 人家的一切 福士德答应了 还附加了一条 说你这个还太简单了 我把我们堵住 变难一点 比如说满足了 我如果神们说一句 这一刻太美了 我们停下来吧 你就可以获得我的灵魂 因此很快 魔鬼就开始履行他的契约 他让福士德呢 变为年轻 三十多岁 就是他拥有五十多岁人的智慧 三十多岁人 就是风华正茂的身体 然后第一个魔鬼诱惑他的呢 就是这位格雷琴 这位姑娘 那当然这个时候的福士德 由于他之前 确实没有经受过这些 他立马就被这个浓烈的欲望 特别是性的欲望所统预 他很快就对梅菲斯特说 你给我把那个小姑娘弄来 如果今晚我不能搂抱她 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 就在那个小说里面很有意思 就甚至梅菲斯特现在都回她 你开口就像一个登徒子之流 所以还是福士德博士呢 就面对这种事情呢 却如此的 就是心仰难耐 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在最开始啊 看起来魔鬼圣卷在握 就即使与这位姑娘的感情 都不能完全的满足 福士德对城市生活的渴望 他在那个时候 对于饮酒作乐啊等等的 也产生了新的欲望 但是当魔鬼 把这个福士德 带到这位姑娘的闺房的时候 福士德却对爱情 产生了很深的这个愿望 但确实他跟这个姑娘呢 在结婚之前产生了性行为 这个在当时呢 是被人们所不齿的 所以很快 福士德就产生了这种 冲突 这个冲突 福士德在这个 他说到啊 我们的精神的翅膀 真不容易 获得一种肉体的翅膀合作 可是这就是人的生性 也就是说 福士德很快就不 不能仅仅满足于 梅菲斯特给他的这个肉欲 开始产生了对爱情的渴望 但最后这段爱情呢 是悲剧收场 然后这位女士呢 就是死了 这个福士德想去救她呢 却没有救成 在这个时候呢 福士德就一直消沉下去 所以魔鬼的第一次计策呢 就失误了 因此呢 这就是福士德上啊 福士德上看起来是个蛮普通的故事 哥德写福士德一和福士德二中间 相隔了整整30年时间 那么在福士德二里面呢 魔鬼就尝试以名利向他诱惑 他用这个魔法方的事 促使福士德忘却了第一幕的这个烦恼 并把它带到了这个国王的面前 就是当时的国王面前 那么福士德成功运用梅菲斯特的魔法呢 为当时的国王解决了军事和财政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福士德体现出了对美的这个渴望 这个梅菲斯特甚至啊 将古希腊的传奇美女海伦复活 用以诱惑福士德 那福士德这个时候呢 就陷入对海伦美不可自拔的沉溺 但这个与福士德一里面格雷琴的部分也完全不一样 格雷琴的部分呢 是对爱与欲的渴望 到海伦的部分呢 虽然在这个小说里面 福士德与海伦还结婚了 还生了孩子 但其实这个东西完全不是爱与欲的渴望 是对美的渴望 这个福士德与海伦的结合 生下了儿子欧福利翁 这个欧福利翁就在坠落身亡了 一直往高飞高飞坠落身亡 坠落身亡之后呢 海伦面临丧子之痛 也非常非常的难受 因此就离开了福士德 就这一幕体现的是对美的无尽追求 最后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但是即便如此的时候呢 就福士德依然保持了对美的追求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精神在上升的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一个小的插曲 算是一个支线剧情 就是福士德当时有一个学生 制造这个人造人荷蒙库鲁斯 这个荷蒙库鲁斯的一段呢 非常具有这个文学性啊 就荷蒙库鲁斯登场之后呢 这个福士德荷蒙库鲁斯和这个梅菲斯托 就来到了瓦尔普斯之夜 瓦尔普斯就是女巫之夜 其实是一个相当淫乱的妖精们 循环做了的一个场合 写这一幕呢 就是为了体现 就即便是梅菲斯托本人呢 都快要陷入到这个瓦尔普斯之夜的 肉欲之中 但是福士德与这个荷蒙库鲁斯 依然想的是如何获得 呃进一步的升华 因为荷蒙库鲁斯是一个灵体 他一直想获得一个身体 他最后靠灭亡自己的方式 让自己获得精神与肉体的结合 就这里面体现了什么是真实 真实与实践的本质关系 那么我还是讲快点啊 那么之后呢 这个梅菲斯托还是将福士德 带回到国王那边 由于这个原因呢 国王赏赐给了福士德一片海滩 这个海滩呢就成为引诱福士德 最后真正实现自己权力 以权力得到满足的时刻 那福士德当然获得海滩之后 他就开始大兴土木啊 又填海造地 要把这个地方呢 变成一块人间仙土 但这个海滩之上呢 有一位就我们现在可以被称为 丁字户的老夫妇 拒绝搬走 在梅菲斯托的这个 使诈之下啊 导致这对老夫妇的死亡 那么这个福士德再次陷入沉沦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福士德也垂垂老矣了 他拥有身旺地位 然后其实能获得的一切都获得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进入了死亡之间的忧愁 有一天深夜 四位老夫人呢 就在敲他的门 这四位老夫人是罪恶 缺乏忧虑和困恶 福士德立即就打发走了 这个缺乏罪恶和困恶 但是忧虑呢 仍然潜进了他的住处 这个时候发生了 这个小说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 当忧虑潜入福士德家中之后 福士德现在为忧虑所困 但是他做了一件 非常跟之前不一样的事情 之前福士德遇到任何问题 都直接拆遣这个 梅菲斯托 你去帮我解决 但当忧虑 在福士德死前 进入他的家的时候呢 福士德并没有拆遣梅菲斯托 他以自己的力量 单独面对了这个衰老和死亡 那在这个时候呢 福士德真的快死了 然后这个梅菲斯托啊 就找了一帮小鬼 在旁边给福士德挖坟墓 福士德眼睛失明了 听不看不见 就问梅菲斯托这是干什么呢 梅菲斯托还骗他说 这是人们正在欢欣鼓舞的 建造你的国家呢 就是他以为人们在围海造田 所以这个时候 福士德终于说了一句啊 他说停留一下吧 这一刻多美啊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他们之前的赌注 按理说呢 福士德失败了 但是最终呢 福士德灵魂依然归到了天国 因为在这一刻呢 出现了这部书 非常重要的主题 虽然福士德说了 停留一下吧 你多美啊 但事实上 福士德这个时候的处理的对象 并不是此刻 而是未来 因此福士德并不满足于此刻 福士德满足于了 开始满足于整个这个过程 满足于这股力量 最后赢得了与 梅菲斯特这个赌局 因此这个被称为一个不断纯净的过程 也就是说一个人从肉欲 到对于美的追求 对于真的追求 到对于公民的追求的整个过程 因为公民 我们可以看作一种对他人的责任啊 从这个一步一步往上升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我说出来 当然不及这部原著本身的魅力啊 我只是大 就是简单的阐述一下他的背景 和他整个的过程 把他的主题为大家讲述一下 因为这个主题之后 康德与黑格尔的论述呢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这个主题 所有现代人也可以闷心自问啊 你在哪一步 你在你对肉欲的追求吗 对美的追求吗 对于真的追求吗 对于对他人责任的追求吗 就是到哪一步 就如果这是一个逐渐上升 不断纯净的阶梯啊 那其实我们可能还在 非常非常初级的阶段 那么该怎么去理解福士德 以及之前法国大革命啊 等等的思想是怎么延续下来的呢 我们开始进入今天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来讲康德 我们来讲康德 康德的思想确实一点也不过时啊 我在Google Scholar上搜了一下 因为2017年还没完嘛 但是确实已经时间蛮短了 2017年整个一年 关于康德的论文呢 就有15000多篇 15000其实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数了 我们可以拿康德跟其他几个哲学家对比一下 就知道可能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那除了康德之外呢 比如说黑格尔有8250篇 海德格尔已经是20世纪的哲学家了 海德格尔呢有7640篇 我们在上一期讲过的休默呢 是7160篇 可见其实康德和黑格尔 到今天对他们研究啊 给出论文的人 其实还是要 甚至还要多于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就很多人认为会认为康德是一个 因为听过他的一些意识嘛 会认为他是一个在书斋里面 不问世事啊 研究抽象学问的人 其实不是 就康德其实一直在反对当时 德意志很多政策撰写文章 特别是关于宗教批判的论著 这个宗教批判论著呢 甚至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这个警告 说你不可以这么写了 康德也答应了 但是威廉二世一死呢 就康德当时也发表了非常非常多 这个批判宗教 当时宗教批判论著 就认为自己跟威廉二世的那个誓约呢 由于他的死亡 已经失效了 但即便如此 康德真正想讲的很多话呢 依然是被压抑的 在康德全集里面 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对自己内在的信念否定 获得摒弃是丑恶的 但在当今的情况之下 沉默却是臣民的义务 一个人所说的必须是事实 但他却没有义务 把全部真相都公开出来 这里面他又说啊 就他给门德尔松 就著名那个作曲家 门德尔松写信的时候 康德说 我没有勇气说出 我确信的许多事情 我也绝不说 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 我知道的事情 不宜说出口 事宜说出口的事情 我并不知道 当时的现状很不满 但德国呢 确实还没有条件 进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实验 所以这个时候呢 确实 我们可以发现 德意志为什么 迸发出这么伟大的思想 确实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我们可以说 法国这种空间 在启蒙运动的时候 导致出现 勒随孟德斯丘 富尔泰和卢梭 这样的社会张力 随着大革命的释放 和大革命转向恐怖化 这股张力慢慢在法国消失了 但这样的张力呢 确实在德国出现了 现在的德国呢 就恰如启蒙运动时候的 法国的很多状况 在这个时候呢 康德面临在 对他的老本行啊 就是他的哲学 康德面临的困境是这个 这个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是 两种思潮 一个是我们之前讲的 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的 极端理性论 极端理性论就认为呢 知识跟经验无关 是纯粹包含在先天原则之中的 所有真理啊 都可以依照 纯粹的演绎逻辑得出来 用数学的 或用逻辑的方法推出来 你可能会想不挺好吗 就是如果你相信理性推理 推出不就得了吗 但在当时有另外一股思潮呢 或者另外一个 很明显的成果 却与这个相悖 就是牛顿的物理学体系知识 我们都说了 福尔泰从英国引入 由福尔泰自己呢 又向全欧洲大陆 传播牛顿知识 所以牛顿的这个 机械论体系啊 在当时是颠覆性的 确实太影响力太大了 在康德看来呢 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 有明显的问题 就是牛顿物理学体系 明显是一个 有经验痕迹 其实是包含了经验 和演绎的一个体系 如果你仅仅相信 莱布尼兹沃尔夫 你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 那么这么有影响力 看起来这么厉害的 牛顿物理学体系 到底是怎么来的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修默的极端经验论 我们也讲了 修默认为知识呢 纯粹就是经验 是归纳逻辑的结果 而归纳逻辑呢 永远不是真的 归纳逻辑永远无法保证 因此我们对知识 尤其是对于因果律 对于因果关系的相信呢 就是一厢情愿的 这都是假的 这个明显呢 又与康德相信的 理性主义传统很有问题 而且极端的经验论 还会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对于形而上学的打破 因为在极端的经验论情况之下 是反对演绎逻辑的 传统形而上学 就是哲学这套什么逻辑啊 这些就更没有容身之所了 当然 休默对康德是个 很重要的警醒啊 就康德自己也说到 我坦率地承认 是休默的意见 在许多年前 首先打破了 我独断论的迷梦 并且给我对思辨哲学研究 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里面独断论指的就是 沃尔夫的这个 极端理性体系 独断论的意思是什么呢 独断论大概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也翻译为 教条主义 就dogmatism 就是我们完全 遵守以前的一个教条 我们把一个前提条件 比如说神意 就是神一定是至善的 这样的条件 不加思索的纳入 成为我们的一个 前提假设进行推论 这个呢 就被称为独断论 那休默呢 就是要打破一切这些假设 认为所有这些假设 其实如果没有经验 都无法验证 所以休默的方法 康德和休默最后的 结论和系统 康德虽然无法认同 但休默确实给他 敲响了一个警钟 但我们其实知道 康德最后实现了什么 康德最后挽救了 行而上学 不光如此 为什么说康德如此伟大 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 我们或多或少都认为 行而上学呢 是与科学相冲突的 科学运用的是一条 完全与行而上学不同 与行而上学相对的方法 康德的方法呢 确实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说法 说康德就是一个蓄水池 康德以前的所有哲学 流向康德 又从康德流出了 今后的所有哲学 康德在挽救 行而上学的同时 其实也同样挽救了科学 因为 休默的极端经验论 其实是反科学的 对吧 因为科学我们认为 我们识别出了某种因果 但休默会认为 识别出个屁 这都是你一厢情愿 认为是因果律而已 其实根本不是 那么康德 等于是他得出的新系统 兼容了极端理性论 和兼容了经验主义 既挽救了行而上学 还容纳了科学的进程 但说到休默的这个极端经验论 我们值得在这里再多说几句 因为休默极端经验论的幽灵呢 今天又出现了 今天出现的这个幽灵 重新回到我们社会中 成为一个主流力量的 就是人工智能 最近其实新颁一个人工智能大奖 得这位大奖的人 是一个孤独的工程师 他就在台上发表了一个 他自己很不爽的言论 说当今人工智能 尤其是深度 这个DNN 就是这Depth Neural Network 叫深度神经网络 其实就是新时代的炼金术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如果你不知道也行 其实我可以把它说的蛮简单的 这个深度神经网络 如果说简单一点 就是纯粹用数学手段 与人类的逻辑不一样 运用分形和托普的方法 在很多数据里面得出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 他为什么说像炼金术呢 其原因就很像休莫说的 休莫其实是一种 自然的被动进化论的 这个开创者 我们这也一样 就是如何从数据之中 得出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比如说计算机做图像识别 计算机最后是怎么得出 图像识别的 我们只知道其基础的逻辑框架 却不知道其根本原因 更不用说我们未来可以去实施 利用这个深度学习 或者这个神经元网络 所形成的其他东西了 所以这位Google的科学家就说呢 现在新的人工智能呢 就像是这个炼金术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拼命的试 就是盲目的去试各种方法 只要出来结果是worked 我们就觉得OK 但这点如果从休莫来讲 休莫觉得没问题啊 这不挺好的吗 如果休莫活到现在 可能会对这个人工智能 大家赞赏啊 但对我们却知道 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啊 就是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康德批判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他在今天有用 而我们如果不知道 其中的原因的话 那他万一哪天 出别的事呢 他万一哪天 走向相反的方向呢 其实就会形成 很巨大的这个恐惧 和很极大的风险 对吧 所以休莫的极端怀疑论 和不可知论 其实本身也会导致 这样的风险 这个风险呢 不仅对于形而上去有害 对于科学体系本身呢 其实也是会带来 很大很大的问题的 我刚才不能说有害啊 因为有害 这个说到好像 他是主观的 要去害他一样 休莫呢 其实我们上期讲也知道 休莫反而是个谦谦君子 对吧 他对周围的人 都充满了这样的关切 包括对卢梭 虽然卢梭最后 把他害得够呛啊 因此呢 具体来说呢 康德面对这么几个困境 最简单来说啊 就是理性 现在大家越来越不信了 大家觉得理性这玩意儿有用吗 是不是没什么用啊 是因为这几个原因 第一呢 传统的传统理性论 比如说从莱布尼兹的神医论 我们就看到 传统理性论 包括狄卡尔本身 他不得不有一个 很重要的假设 在后面就是有一个神 一个 不管是一个消极的自然神 还是一个积极的人格神 狄卡尔心灵 与外在的和谐 就是我的心灵与外在 为什么能够和谐呢 是因为神让他和谐的 莱布尼兹安更是了 就是先定和谐论 因为我们心灵和外在 根本就不发生关系 导致这一切 连不发生关系 还能和谐的 就是因为先定和谐 是神让他和谐的 就这种神学传统啊 随着欧洲风起云有的宗教批判 大家不怎么信了 就特别是知识阶层 和新的市民阶层 对于因为神的原因 所以理性有用 可能你这么说 他们还更不相信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传统的经验哲学 经验哲学当然是这个 理性论很重要的来源啊 特别是奥古斯丁 到托马萨奎纳 这个体系 在欧洲大陆全面的示威 第一我们之前 讲过很多次啊 就是唯明论革命 开启这个非理性神学 就比如说像 其实当时在欧洲 占据主流的两个新教 一个是马丁路德 路德宗和加尔文宗 本身其实都有 非理性神学的痕迹 这个成为了 新的主流神学 第二呢 经验哲学 被学界所摒弃 就比如说我们说洛克 洛克就最反对这些 洛克不是给朋友写信 讽刺莱布尼兹吗 就说 就他们这套玄思啊 这套胡说八道的玩意 我们早就玩腻了 就学界这套东西呢 也被摒弃 当然第三个呢 就是英国怀疑论 经由富尔泰 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 就唯物论慢慢兴起了 就确实富尔泰 在这种前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导致整个理性权威 出现了很大的动摇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想啊 就是理性动摇就动摇呗 有什么坏处吗 那就那就不要理性了吗 但这个确实在传统 特别是如果你相信 逻辑论的人来讲啊 这个相当于 你所相信体系的 完全崩塌 那我们知道 我们从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往回看 有几个东西 是我们可以依靠的 理性 感性 意志 但这是比较粗放的分法 但确实可以做这样的三分 就是理性感性与意志 比如走到黑格尔和走到尼采呢 最后进入唯意志论 那么 当然有很多其他指挥家 相信感性论 包括其实休默就 就某种时候相信这样的东西 包括后期心理学的兴起啊 包括荣格和弗洛伊德 慢慢走向感性啊 动机啊 情绪啊 这样的一套理论 但大家要想一个问题 直到今天 我们已经经过了 后现代的解构 但我们今天的主流语境 是不是其实还是个理性语境 包括我们对于 特别是对于社会上 我们要下判断的时候 一个政治是不是好 一个法律判决是不是合理 就构成我们最基础框架 这些东西 其实依然是理性的 所有这些东西呢 是基于 假定 推论 逻辑 形成一套判断 包括如果你做商业决策 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商业决策 是理性的 虽然今天有一些商业神话 他们是靠着 比如说乔布斯 somehow是靠他的感性 在推动这个企业的发展 对吧 但绝大部分的企业 如果你告诉我们 现在把这些理性指标抛弃 我们开始靠意志和感性 推动它呢 其实很多事情是 转不动的 这个中间 为什么理性能够保全呢 跟康德就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通过这些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就千万不要觉得 理性没有就没有了呗 第二个困境说起来的 就是自由的悖论 就是传统的 我们认为的自由呢 在这两种思潮之下 都会有问题 第一 极端的理性论 其实并没有意志自由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是极端的理性论的话 就莱布尼兹体系 因为我们知道 在斯宾诺沙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切都是命定的 它有一种来自于神的命定论 以及我们都讲了 它的根本矛盾在于 如果你相信一切知识 能够通过鲜艳推出 通过逻辑推出 那这个知识 特别是事实的知识 其实也能够通过逻辑推出 那从宇宙的第一课 我们靠数学 就可以推出宇宙之后 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这基本上就是 类似于斯宾诺沙的观点 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人就没有自由 但斯宾诺沙更进一步认为 还就是没有自由 你要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自由了 这个我们今天 先不讲斯宾诺沙这个 但确实在这个角度 自由就会有问题 那极端经验论 更不用说了 就机械论的命定论 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人 很多科幻小说的这个主题 还是由机械论的命定论 来得出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那自由 没自由就没自由 自由有什么奇怪 或者你今天可能 很可能会受一些 陈词滥调的影响 说人就不是完全自由的 人的自由受到很多限制 等等的话 但你要反过来想想 如果你真敢把自由 从那个时候的社会 和当今社会抽出 会有多大的问题 我先说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人 就是不是自由的 那整个刑法体系 可能就都崩溃了 因为正是因为 人是自由的 人能够自由选择 自己的行为 人才要自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任 你不管是诈骗 不管是谁啊 他去诈骗 他去杀人 他去伤害人 之所以要承担 相应责任 就是因为他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把这条 拿掉的话呢 刑法体系就会崩溃 那政治体系 当然就崩溃了 政治体系的一个 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建立在人的 自由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说 OK那似乎自由可以 做一个 我们就先假设 他不存在 那政治体系 就要发生很大的改变 那你很多 你自己认为 天经地义的私有权利呢 就会因为 自由的拿掉 受到很大的侵犯 所以自由在当时 所遭受到的困境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 就是形而上学的衰落 因为当时明显的科学兴起啊 我们会发现 康德其实论题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康德必须证明 哲学比科学更根本 这是当时很多人 尝试去证明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眼看着 哲学家的饭碗 就被科学家砸了 就说了戏谑一点 可以这么去说 但实际上是 人们开始不相信 形而上学的 会明显的认为 这个牛顿体系 和各个科学家的体系 有更巨大的威力啊 包括经验主义 本身就得形而上学 包括洛克啊 休默 对这个是很蔑视的 这个可能我们今天 觉得更是了 甚至好多人都 好多人也就相信这个理论 形而上学就是没有用嘛 科学就是有用嘛 当然这个问题就 比前两个问题 都会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今天 因为它确实成为了 今天社会 某种程度上 特别是我们从小教育啊 我们接受了这个 唯物辩证法教育 就是反形而上学教育 在这个体系之中呢 对于我们今天 中国人接受过传统教育的 你确实还觉得 如果你比如 刚才两个觉得 你觉得自由确实蛮重要的 或者理性蛮重要的 但你确实很肯 这个时候认可 形而上学其实确实不重要 没了就没了吧 那么形而上学 为什么重要呢 我就不在这里解答 我们直接用康德和黑格尔 他们的哲学思想 来为这个问题作答 就是他们的形而上学 为什么重要 当然一个最直观的 就是如果没有 康德的形而上学的话 自由和理性 可能早就没了 我们今天社会 就不是这样了 那么说康德的思想 就不得不提到卢梭 卢梭对他形成了 很大的影响 康德相传啊 在家里就挂了一幅画 因为我们听过一些 康德的奇闻异师啊 就是他好像是个 特别清新寡欲的人 但其实不是 有一个新的康德 撰写的很好 会发现康德在40岁以前啊 其实挺纵情深色的 康德确实啊 这些谣传也不假 但这些谣传呢 是康德中年以后的生活 中年以后康德 变得像一个清教徒一样 基本上听音乐 就是进行曲音乐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电子介质 其实听音乐挺麻烦的 那家里没什么装饰物 唯一幅画就是卢梭的画像 确实 每天像一部精密的钟表一样 出门散步 以至于邻居呢 就靠他散步 出来散步 对家里的表 那么就有一天 康德没有出门散步 这天就是因为在家里 阅读卢梭的艾米尔 这个故事听过的人很多了 但今天我们要去回答一下 他这个艾米尔 到底吸引康德的一方在哪里 康德一定读过很多很多书 但为什么这部艾米尔 能让康德打破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 那天就不出去散步了 我们知道艾米尔这部书 他的副标题是论教育啊 艾米尔我们之前讲卢梭也讲过了 虽然卢梭是一个超级渣男 自己生了五个孩子 全送这个孤儿院 但他还舔着脸赶写这个教育著作 但不管你服不服气 艾米尔是从事教育的人 甚至说包括你要教自己的小孩 可能绕不开的一部著作是需要看的 那艾米尔跟康德真正相近性呢 我们可以从艾米尔的结尾来看 在结尾的部分呢 艾米尔他在一个船上啊 他就要被出卖 这个船长啊 就把他们所有人要卖给海盗 艾米尔呢 就被就对船长说啊 如果我们被他们捉去 你会丢到你的命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会杀了你 我说的明白点啊 然后所以说 当时海盗确实就上船了 要抓他们 这时候艾米尔就讲了 我应该充当法官充当法律的执行人 因此他就直接上去把这个船长杀了 但他杀了船长之后 有没有继续杀海盗呢 他却没有 他当时心里是这么说的 所遵循的办事法则 是我从早已知晓的原理中推演出来的 尽管他们是应用在我所处的境地之中 其效果还是十分可靠 一点不差的 因此他最后确实成为一个奴隶 但是后来有别的故事 我们就先不讲了 就从这个关键情节 其实就可以看出康德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道德与自由的一个定论 艾米尔在这里面体现出了一点 因为人在这个时候有无数的理由 可以去杀掉这个船长 因为这个船长要把他们卖给海盗 你出于报复啊 出于激愤都可以杀掉船长 但艾米尔在这个时候 他杀掉船长这个决定 和不继续与海盗冲突的决定 都是基于一个重要的东西 基于一个理性的推论 他杀掉船长呢 是因为他要充当法官的角色 充当法律的执行人 那么他后面的事情呢 是从早已知晓的原理中 推演出来的 因此卢梭在这个时候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与康德高度相关的理论 就是人到底依据什么 来做自己的决定 我们之前讲卢梭 我们提到过 卢梭有三个自由论 第一个自然自由 自然自由就是说 人在结成社会之前原始人 高贵的原始人那种自由 这就不说了 第二个就是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呢 就是说卢梭说 人生而自由 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就卢梭著名的论断 认为人的自由呢 必须是在法治和政治的约束之下 形成的自由 卢梭的第三个自由叫道德自由 这个道德自由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卢梭跟洛克 最大的区别是卢梭 相信百分之百 完全的公共意志 也就是说 个人啊 是没有私人空间和私人利益的 当人结成社会之后呢 所有人就形成一个 确凿的公共利益 叫共同意志 这共同意志所带来的自由呢 就是道德自由 康德当然没有 就接受了卢梭的自由 但康德确实是发展了 卢梭的三种自由论 并从中得到了 康德对于道德和自由的逻辑推理 康德所接受的是这个形式 比如康德在这个道德形式上 原理里面就写到啊 道德命令所涉及的 不是行为的质量 不是由此带来的效果 而是行为的形式 是行为所遵循的原则 这话也蛮长 我可以把它提取主干一下 就道德命令所涉及的 就是行为的原则 你会觉得这话 什么可说的 道德可不就是行为的原则吗 还恰恰不是 你看 有时候我们判断道德呢 是行为的质量 质量呢 这个就是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啊 质量因啊 动力因啊 目的因啊 质量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事本身的性质 那我就可以说了 我们有时候觉得杀人就不对 不管什么原因 怎么杀人都不对 因此这个时候杀人呢 就成为行为的质量 我们认为道德呢 就取决于这个 只要你杀人就不对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有时候不认可这个判断 对吧 那第二个 是而此带来的效果 那道德会不会是带来的效果呢 那太是了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就修末的理论 必然会走向边庆的这个 公立主义论 对吧 公立主义理论是今天 其实构成社会相当重要的理论啊 什么道德 能够带来全社会数字上 最大的幸福就是道德 比如我们认为陈光标 很多人认为陈光标很道德啊 虽然他心心作态啊 虽然他摆出样貌 虽然他可能还骗人 但人们说 那他至少捐钱了呀 有本事你捐点啊 就因为陈光标事实上 带来的效果是捐了钱 因此他就是道德 我们不管别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现在 其实也蛮常见的一个理论 但康德当然认为不是 康德认为道德仅仅是来源于其行为所遵性的原则 就恰如艾米尔最后的这个 艾米尔最后采取这个行动一样 对康德在当时要调和的 一方面是牛顿的机械论 就牛顿的机械论 当时已经成为唯物主义主要的阵地了 就是牛顿出来之后 很多人倒向唯物主义 就这个原因 因为这太明显了嘛 太确凿不够 当然我们知道 休莫的怀疑其实很有道理 当时认为牛顿得出的 一定是宇宙中继真理了 但爱因斯坦推翻了 然后量子理论又推翻了爱因斯坦 那天晓了之后 物理定律会不会出现新的规则 是不是对吧 所以可见 休莫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智者 他提出非常棒的一个见解 但在康德的年代 确实牛顿的这个机械论非常重要 那第二呢 就是卢梭的这个道德论 也就是目的论 就是人社会的目的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根本冲突的 所以康德呢 就开始调和这样的一组矛盾 调和这个矛盾 其中很重要的东西呢 是大革命对康德的震撼 因为康德的年代 恰是康德黑格尔年代 其实都是大革命的年代 大革命的年代呢 首先康德是很同情和赞许大革命的 这简直是一定的 因为大革命最开始 我们其实之前讲到啊 最初的大革命 是非常崇高的理想 我们其实之前讲过 大革命里面有个非常 就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 就是法国当时分第一阶级 第二阶级第三阶级吧 第一阶级是教士 第二阶级是贵族 第三阶级是平民 就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当时 很多人接受卢梭的思想 因为卢梭当时的思想是 平权 财产公有 人人平等 就这个 这其实法国大革命里面 其实很难去解释一点 就是这个人怎么会 去认同一个 与你的利益相反的 一个理论和思潮呢 对吧 所以康德这里呢 就有一个论断 革命激起的真实热情 是专门指向理想 特别是指向纯道德 不能与私利同行 金钱报酬 便不能使革命的反对者们 激起那种热情 和那种心灵的伟大 但这是康德 对革命前期的论断 当然革命后期 有雅各宾派 就是罗伯斯比尔 走向恐怖革命呢 也确实吓到了康德 然后康德这个时候 说了另外一段话 我们亲见这场 极有才华民族的革命 在我们面前行进 它可能成功或失败 它充满如此的悲惨和恐怖 以致任何善于思索的人 绝不会再以这样的代价 来决心从事这样的实验了 就是这场革命 我要说 在它未卷入 其演出的观察者心上 却唤起一种 近乎是狂热的同情 当然康德所不愿意 发生事发生了 这样的实验 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 俄国革命 辛亥革命 甚至就 红色高棉 布尔布特 本身带有浓重的 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子 在其中 其实是很可怕的 但重要性在于 康德的后半句 就是这场革命 我要说 在它未卷入 其演出者的观察者心上 唤起一种 近乎是狂热的同情 这种狂热的同情呢 就是说 革命本身的目的 如此崇高 如此高尚 却走向恐怖 那么 康德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所有思想家 如果看到 都自然会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革命真的好的话 怎么保持革命好的一面 而促使他不走向恐怖 如果康德在别的地方就说到 人类历史上 发生的这种现象 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它表明 人性中有一种 非政治家 根据考察过去事件过程 能够想到的 进步倾向和力量 即使我们上述事件背后的 意想和目标没有达到 即使人民革命 或者宪政改革 最终都失败了 但我们上述的哲学判定 却没有失去其力量 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人性中有一种 非政治家 根据考察过去事件过程 能够想到的 进步力量和倾向 翻译过来就是说 政治家根据经验 所不能考虑到的 进步力量和倾向 在里面能看出来 那就要说了 如果他不能通过政治家 用经验去考察 我们该怎么去认识 这样的倾向呢 当然是通过理性 那这个理性的推断过程 是什么样的呢 这就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如果今天讲这个 我们之前讲了四个小时 才会讲明白 今天肯定不可能 从头再讲 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发展电台 网上去听 康德上下 当然这里面就是 康德主要的 批判哲学的 重要主义部分了 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 和判断力批判 因此康德证明了 这种道德本身的存在 和这个道德的必然性 在这其中啊 康德看到了一个最根本的 也是今天可能很值得 说的一点 就是对自由的根本 因为这三大批判 三大批判得出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当然有很多重要的结论 其中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是对自由的捍卫 康德其实是用理性方法 证明了自由的必然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中呢 当时有很多人在问 因为法国大革命爆发 出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就要问 那启蒙是什么 启蒙是好事吗 所以康德有篇 非常著名的文章 就叫做何谓启蒙 叫回答这个问题 何谓启蒙 他的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 自己所加于自己 不成熟的状态 不成熟状态 就是不经别人引导 就得运用自己理智 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缺乏勇气与决心 去加以运用之时 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 就是自己所加为自己的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这是康德何谓启蒙的第一段话 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性在于哪里 它其实说明了直到今天 因为康德在何谓启蒙 这个文章里面说很重要的 就是启蒙运动结束了 康德因为没有结束 我们其实还在启蒙运动之中 这个启蒙运动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从启蒙这个名字看到 启蒙的名字是什么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就是光照 而且是名词形式 光照 所以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会用光照 来比喻启蒙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被启蒙之光照耀 康德就会认为 当你用这样话说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背离了启蒙精神 启蒙者恰恰是每个人 要运用自己的理智 而不是别人有他的理智 他的理智帮着你 这可以回溯到我们今天 对现代社会专家系统的批判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经常性的 时常的认为 很多事情是不用我自己想的 这个世界上自有专家帮我想明白 当一个股民要炒股的时候 他就追求 这是个古神的意见 我去听他的意见 当我们觉得 我们要升职加薪 那咪蒙告诉我吧 他告诉我方法是什么就行 就是汉拿伦特对know how的批判 其实都是这个 包括今天的科学拜物教 崇拜科学 或者我们讲崇拜理性 本质上当你讲崇拜科学 崇拜理性 你认为理性最伟大 哲学家伟大 科学家伟大 他们帮我们想明白很多问题 让我们能够享受其福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已经与启蒙理性相悖了 所以康德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 当然人是绝对自由的 这个自由是刻在理性里的 但其实呢 他在很多人呢 有这个自由却弃之不用 就是他并不去运用自己的理性 这个就是康德对于大革命失败 很重要的一点 就当大革命所有人 我们都讲过大革命啊 特别是当大革命里面 有决策权的人 导向无套酷汉 而不是选择用理性争辩 下大革命最开始 立宪会议的时候 理性争辩的方式去争论的时候 大革命本身就失败了 当然康德的这篇文章 完完全全不是一个鸡汤 康德还说出了这样的自由和理性 该怎么被保护 康德就说到了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并且唯有他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私下运用自己理性 往往会被限制的很狭隘 虽然不致因此特别妨碍 启蒙运动的进步 然而我所理解的 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 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 在全部听众面前 所能做到的那种运用 一个人在其所受任意公职岗位 或职务上所运用自己的理性 我们称其为私下的运用 也就是说白了 怎么样去捍卫 这样的理性和自由呢 需要靠公共舆论 需要依靠 每个人能够公开的运用自己的理性 所以这个理性呢 就与言论自由发生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和哈贝马斯后期走向了这个 就是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等等的 当然受到了康德极大极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就会发现 康德其实很厉害的一点 就康德不是一个这种 理想王国的纯粹鼓吹者 要理性 要思想 要自由 康德恰恰我们很快会提出 他的法权思想 康德恰恰很敏锐的意识到 所有这些东西 不是靠喊喊口号能够喊出来的 它是靠法权 靠法治去归属 靠法治去真正推动的 当然法治 康德确实也给法治 给出一个很棒很棒的定义 当然我们知道启蒙理性呢 直到今天并不是说没有反对者 我们之前讲福克就知道 福克写过一篇 跟康德隔空对话的一个文章 跟康德这篇文章标题同样 叫做何谓启蒙 在那里面呢 福克大概意思是说呢 启蒙恰恰成为一种新的权力 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的手段和主张 他那会是批判的 但我们也知道 其实福克晚期啊 在写性经验史的时候 里面非常强调的生命政治学和自我治理 其实这个时候呢 又走向了康德强调的道德自律 这一点 所以福克其实要晚期呢 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康德道路 包括我们讲法兰克夫学派啊 法兰克夫学早期很重要的阿多诺 他早期最重要的作品 启蒙辩证法 当然是极大的批判启蒙的 认为启蒙所需要带来的这个统一的理性啊 就人类社会最糟糕的东西了 但阿多诺晚期走向美学与权威批判的时候呢 又走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与康德的自律 所以确实康德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啊 他提出的启蒙 就是每个人要去运用自己理性 以及康德以法治手段 去保证每个人能够运用自己理性 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消化 确实也far away from完全做到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啊 就为什么 为什么我之前有个观点 就是说社交 我们若干年回头看 会发现社交网络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那这个观点呢 或多或少会在这个地方找到 它的部分答案 也就是说 某种程度上社交网络呢 恰恰是压抑人 去好好的成熟 运用自己的理性 去判断的一种产品形态 但这个我们今天就 不在这个角度上往下多讲 我们继续往下讲康德 所以在这里 康德的自由呢 是有三重保障的 我们这里一定要回过去想啊 当然不是从康德这里才提出自由 培根有没有提自由 迪卡尔提不提自由 洛克提不提自由 我们今天的人互相提不提自由 我们都提自由 那有没有想过 这就是休默对康德打破这个独断论啊 我们当然可以提自由 但你必须反过来想 到底怎么才可以自由 而不是说你就应该自由 因为休默说了 实然不能够上升为应然 对吧 所以自由到底怎么保障的 康德这里提出三重保障 第一 自由因为我有认识能力 这个一定是真的吧 就是如果你连周围环境都不可认知 你有什么可自由的 你能够怎么做呢 所以自由最基础就是 我有认识能力 对吧 这个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 靠先验哲学完成了 也就是说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 康德从根本上改变了反应论 反应论呢 就是人的意识是去接受外界刺激 反应外界刺激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看到外界的一切 就是我们的视觉神经 和我们大脑的反应外界事物 康德说因为不是 是知性为外界立法的过程 但这个细节你可以去听之前的康德啊 也就是说他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修默的这个经验主义问题 怀疑问题 他的解决方法非常精妙 最简单来说 就是康德将认识过程分成两层 我们接受外界刺激是一层 这一层是纯粹经验的 这一层之下呢 我们其实在人类没有任何知识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运用一个先天框架去理解那些现象了 这些现象包括时间空间英国等等的 你看我们可以多说一句啊 特别听过这个系列的 之前洛克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叫做人是白板 对吧 白板论 认为人的自由和平等 特别是平等最基础是白板 也就是你如何去描绘人 人就会怎么样 在康德看来那当然不是白板 人是具有先天知识的 那人到底是不是白板 我们今天该怎么想呢 其实从今天神经科学来看 人就不是白板 比如说史蒂芬平克 就是可能当代最重要的实验心理学家 就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白板 他其实就是去批驳洛克的白板论的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发现 语言能力是先天构成于人脑之中的 我们知道语言能力 其实不仅仅是说话 其实我们把它说的更抽象点是概念能力 就我们将外部世界用概念方法认识的能力 是先天于我们的大脑之中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非要像康德一样 给他取个范畴的名字的话 比如乔姆斯基的名字就构词法 构词这个范畴是一种先天综合范畴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确实我们能够为康德的先天认识理论 找到一些我们今天的科学中发现的一些基础 当然他是不是先天综合 先天综合是不是能够成立 这个确实还有很大争论 甚至有很多哲学家 人为先天综合是不太可能 特别是受到英美这个分析哲学影响的哲学家 在这里我们不去细说啊 关于什么是先天综合先天分析 可以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找到 那第二个自由 OK我能认识 那猫猫狗狗还能认识呢 猫猫狗狗也有某种对外界世界的认识能力啊 他虽然可能没有我们这么复杂 但是有一个很根本的自由 就是那我该做什么呢 我总得能做什么才能自由吧 特别是我应该做什么的目的 你看这个之后以赛亚柏林也分辨过 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呢 就是我不想做什么 你别烦我的自由 对吧 但在康德看来就不算自由啊 真正自由 就是你还是得有目的你才自由 因为你才可以 我自己去选择做这个事情 这才叫自由嘛 因为我如果就是去满足我的各种欲望 这算什么自由呢 这不还是被你的生理本能牵着走嘛 但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超越生理本能以外的 他真的很容易就会走向一个目的了 所以人应该做什么呢 成为自由第二重重要的条件 这个呢就在实践理性批判之中 就是内在道德律 但内在道德律毕竟不是人这个 可能不是我想 比如我就是想胡吃海塞每天 但这个内在道德律相悖啊 所以但如果真的的话 我还是不自由 说明人先天是被困在身体和目定二元之中的一个囚徒 所以康德的第三重就是论证 那这玩意儿能是我的欲求吗 就是我会因为我自己也真心想按照道德律做事情 因而自由的获得幸福吗 这是第三重 这个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也讲了 判断理性批判也有一部分啊 英文美去选择 他在调节这个纯粹理性批判 与实践理性批判的内容 也就是促使欲望符合内在道德律的过程 促使我们可以自主的自由的选择 符合道德律的欲求以获得幸福 所以说 为什么说康德雄辩的论证了自由 很多人读了康德的书之后 新潮澎湃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从来过去很多哲学家谈过很多自由 但没有人想过自由的根本是什么 更没有人在这个基础之上 像数学推理一样 从一条公里开始一步一步的推出来 认识能力 推出来应该做什么 推出来欲求与内在道德律的符合的可能性 但康德在这三大批判里面 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问题 从头到尾说明白了 为自由做了重要的奠基 那自由和道德律的根本 保障是什么呢 康德就提出了一个彼岸的目的国概念 这个会成为康德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一个基础 就是康德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康德活到今天早就吐血死了 早就气死了 因为今天这个社会上到处人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康德看来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他的目的国是这么说的 理性存在者就被称之为人格 因为他们的本性已经凸显出 他们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 即某种不可仅仅被当作手段来使用的东西 因而在这方面就限制出了一切任意 那这个呢就会形成了理性的价值 那价值这个词啊 value这个词 它的词根啊就来自于古繁语 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语言学讲过 古印欧语系 从繁语上能够看出古繁语的形态 古印欧语系的形态 就是这个va va的意思就是围墙围栏 包括这个拉丁文跟value的词根很接近的valume 就是这个和低 低霸的意思 所以说价值这个词 从来在词源学的意义之上 就是作为某种防御而论的 从本意之上 什么是value value就是某种保障某种保护 所以在康德这里什么在保障value呢 就是目的在保障value 这是怎么保障呢 就是应对科学冲击的根本保障 因为在康德的认识论里面 我们虽然对外界能够有认识 但康德其实是一个片面认识论者 在这里我不细说 但是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康德认为有一个物字体的存在 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问题 其实康德哲学的问题 就这点上黑格很不习惯 所以说去改进它 今天有很多人去改进它 就康德哲学不得不假定 有一个物字体的存在 就是我们去认识的对象 我们能够认识的东西呢 并不是这个物字体的全部 我们只能依据我们的先天范畴 去认识事物 我们先天范畴以外的 我们是不能认识的 所以我们能够真实的 把握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成为了 应对科学冲击 一个很重要的回应 也就是说科学 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科学是极大的 需要靠这个实验啊 需要靠我们的观察 和现象去的 我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全部 只能把握一部分现象 所以说在地上的根本价值 并不是科学价值 一个道德存在者 才是世界的最后目的 整个世界构建这个目的地国 其实是为了道德存在者而存在的 因此跟之前卢梭的这个 自由的三重自由 康德依然有自己的三重自由 这双自由的结构上 跟卢梭的很像 你看卢梭第一个是自然自由 在康德这里叫野性自由 跟那蛮像的啊 第二层呢 康德这里叫法律自由 这是靠法治国 就是靠实际我们的国家来 推行的 第三个叫道德自由 靠目的国 康德这里目的国呢 就非常非常重要 值得去讲了 当然啊 他跟卢梭有很大的不同 卢梭提出的那个公共意志啊 就卢梭的第三层自由 是靠公共意志实现的 但卢梭的共同意志 卢梭的共同意志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卢梭从来没去好好论证过 这个共同意志 这共同意志就是提出来的 所以这共同意志本身 就有所谓的独断论的色彩 但康德的目的国和道德自由 与卢梭最大的不同 也就是康德往前跨的一大步 就是这是一个 由完整逻辑推断出 具有深厚内涵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目的国的提出 其实你看这是 直接受卢梭启发的一个 就社会的根本是人与人交互嘛 在康德这里呢 社会根本就是人格与人格的交互 人格与人格交互的根本呢 就在于目的国 他是这样说的 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 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 不论他所服从的是什么样的法则 必须能够同时 把自己作为普遍立法者 因为这是他的准则 适合于普遍立法 才使理性存在者 作为自在的目的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 他这种优先于一切 单纯自然物尊严 使他任何时候 都必须从他自身的视角出发 但同时也要从其他任何 有理性的 作为立法的存在者的视角出发 而采用自己的准则 于是 一个理性存在者的世界 作为一个目的的亡国 以这种方式就有可能 这是通过作为成员 所有的人格 来为自己立法 这里面 当然这个话 你念起来也蛮绕的 但其核心是这么几点 这是康德法权思想的根本 第一 每个人都是普遍立法者 也就是说 我心中的准则 就是普遍准则 我觉得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如果我真正能够 从我内心意识到对错 这个对错 就是宇宙对错的根本规则 正因为如此 它不但是我的对错规则 它也是所有 有人格之人的对错规则 所以说 我不但要这样来要求自己 我也要来要求别人 特别是我能够要求别人的 同样我也必须意识到 别人能够要求我 所以你看康德一下 把社会契约 往上拔了好多层 就之前的社会契约 要么是洛克那种 我们每个人让度一点 自己的权利 构成契约 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根本 要么是卢梭这种 社会契约 就是我们大家 共同构成一个共同意志 这共同意志 他也没说明白是什么 这是根本 这是共同契约 在康德这里 契约是什么构成的呢 契约 就是每个人的道德律 我意识到两点 第一 此道德律 极为普遍道德律 第二 此道德律 在所有的人格 人质中共享 因此 这形成了 社会契约的根本基础 就是这个内在的道德律 当然 康德为什么要区分 法治国与目的国 目的王国 是康德的乌托邦 康德自己非常清楚 目的王国 是不可能在理论上 按照这个方式去实现的 因此康德 法哲学的基础 依然是法治国 那我们就想 那你说这个干嘛 不是浪费时间吗 恰恰不是 这就是乌托邦理论的重要性 包括马克思说 这个共产主义 我们有时候拿出来调侃 但我们要知道 马克思从来不会认为 共产主义可以最终实现 当然马克思认为 其实现的可能性 当然会比康德 认为目的国实现的可能性 会大一点 但本质上的还不是 也就是说 目的国 共产主义 以及人类历史上 其他的乌托邦想象 包括对于人格的理性化想象 都是作为彼岸存在的 就它的价值呢 是一个彼岸的对象 是最终的理念化的存在 它有什么作用 它当然有作用 它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批判现实的基础 如果我们要对现实社会展开批判 我们能怎么批判 我们就是用理念化的对象 对现实展开批判 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对现实的批判 感觉没有力度 感觉没有办法去做 因为什么呢 说起来大家其实都有感触 因为缺乏标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想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引用复杂的论证 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标准 为什么没有标准呢 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这个 就是目的国的丧尸 当然康德是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 因此康德不光受目的国 康德还说了 因为目的国实现不到 我们能够做的是法治国 我们该如何做一个法治国 在康德的很多法治学论文里面 写的非常清楚 其基础其实就来源于目的国 所以目的国不光提供 它提供就是标准 这个标准既可以用作批判 也可以用作法治国建立的基础 如果人不服从于任何人 只服从于法律 人就是自由的 但这个法律 其实康德一语双关 一是我们内心的普遍立法 因为每个人是立法者 我们要服从的就这个法律 第二点 这个法律又是共通 具有普遍性的 所以这个话说的有多好 这句话这么简单 但其实它的意运有多深远 如果人不服从于任何人 只服从于法律 人就是自由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法律 与你内心的立法是共通的 它并不阻碍你的自由 而在此之前 我们所有的社会契约理论 我们都会用的 我们之前说过对吧 justice diluted 会有公共的稀释 休莫的那个法权理论会认为 法会与当下 现实的利益产生冲突 就会认为 法律是一个维持 我们叫greater good 维持common wealth的东西 它对某个个体 对于少数包括卢梭 对于少数族群 对于意识的利益会产生冲突 它会危及到自由 但在康德这里就不会 因为立法期根本不在于 缔结起来的维持 某种数量人利益的契约 或者某种私有条件 立法的基础 是每个人内心的道德 这个普遍立法 所以我们在上一期讲过 大革命折射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政治哲学 从正当性 蜕变到合法性的一个危机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认为没有标准 我们觉得这个 好像达不成一致的时候 当这个政权 所有政权 包括法治体系的正当性消失 它仅仅能够维持 合法性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康德的法 哲学伟大师 就是康德 为正当性做了根本论证 正当性来源于哪 来源于道德律 当然 康德这样的人 肯定不会就做 这么简单的论证 康德的法 这些论文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把它完整的介绍出来 如果未来有机会 当然很值得一说 康德从出发点 谈到很细 务权法该怎么立 婚姻法该怎么立 司法怎么立 公法怎么立 宪法怎么立 国际法怎么立 从这个一步一步往外推 最根本的法是什么 康德对这些所有问题 都有详细的逻辑推理和论述 其过程也非常精彩 如果大家感兴趣 当然看起来会晦涩一点 但花点时间也是很有 也是很有收获的 所以康德这个理论 我们今天就大概介绍这么多 然后当然康德是古典哲学家了 我们都会认为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想法 康德虽然伟大 但是肯定已经过时了 当然我也绝不会认为 康德的所有论断 都是真理 哲学并没有这样东西 哲学在不断发展的 一会儿我们看到黑格尔 就会看到这样的观点 但是确实在 19世纪60年代之后 产生了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有一个名言 就叫回到康德去 但这里面 涌眼中的很多的人 新一代的思潮 还不是19世纪60年代 是二战之后的冷战结束之后 和冷战过程之中 我们慢慢发现 真正能够解决当代问题的 很可能还是康德 当然19世纪最后的遗产 最重要遗产就是胡塞尔 我们之后就是我们这次 这个大的周期介绍啊 就这几百年 四百年之中 可能我们最后要讲的一个人呢 就是胡塞尔 那胡塞尔直接从康德的这个 得到重要的启发 创立现象学 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讲 我们不会讲到的两个呢 一个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非常著名的 写正义论的罗尔斯 罗尔斯呢 就是伦理自由主义 罗尔斯将自由主义思想 进行重要的批判和发展 提出伦理自由主义 那伦理自由主义的基础 什么是正义 罗尔斯的基础的理论依据 就是康德的这个道德律 我们必须依据道德律 提出正义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由主义 才是当代所需要的自由主义 当然还有一个最壮的学生啊 确实二战之后很有名的 就是我们其实提过不少 汉拿伦特 那汉拿伦特讲课呢 也讲过康德法哲学 叫康德政治哲学 就有很著名的书 叫康德政治哲学论稿 那汉拿伦特所谓的反抗贫用之恶 包括埃希曼的那个耶路撒冷审判 汉拿伦特的所有基础都是说 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 他在这里呢 重新拾起了康德在 和谓启蒙里面的重要观点 认为每个人必须独立的 理性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汉拿伦特就敏锐的发现 为什么出现一战 二战 原子弹 大屠杀 也就是说 我们认为社会契约 政府 政治 法治体系 其实不能够 绝对不可能 作为人类社会的根本保障 其实这个对于今天 也是一个很大的警醒 我们认为这条系统 当这条系统运转稳定的时候 我们觉得没问题啊 一切都很好 我们不相信个人 相信大的组织 机构 但当发生这些荒谬事之后 我们才重新反过来发现 这就是我们去忽略 每个人自己的道德律和自由 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因此汉拿伦特在之后呢 又重新提出回归康德 这样的观点 所以今天康德 可能留下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题啊 就是从塑穆帝国的乌托邦 因为我们今天处于 后乌托邦时代 后乌托邦时代 就是说 所有乌托邦都丧失了 你看今天为什么 反乌托邦题材 这么 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啊 包括赛博朋克 就是一种典型的 反乌托邦形式 就我们会认为 想象中的理想国 是不复存在的 我们今天很难构想出 大家共同能够认可的理想国 但是我们今天 却很容易构想出 大家都认为糟糕的东西 就是对于未来 糟糕容易达成共识 但对于我们能建立 什么样一个乌托邦呢 我们却很难想象 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后乌托邦时代 乌托邦的丧失 其根本的结果 就会导致道德对象的丧失 也就是我们无法 树立道德标准 也无法进行道德批判了 这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糟糕的效果呢 当然很容易 结果我们之前讲的 你也会理解 要么你就会退回到 洛克的私权时代 就是因为没有道德标准了 所以就是怎么样的制度 可以保障私权 所以这就著名的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就新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之争 就纯粹对于制度 如何维护私权的争夺 当然这样的争夺 对于商人 对于大有产纪 当然极具竞争力了 但这样的理论 你怎么去照顾到 那些无产者的利益呢 怎么去照顾到 社会底层人的利益呢 对吧 那你要么就退回到 卢梭的公权 那就是自由主义 新的威权极权之争 那这个在社会上 很多国家 今天的美国 今天的中国 也都在发生 这样的争论 因为我们没有道德彼岸 没有道德标准 因此呢 我们就只能谈公权 那公共利益 公共精神是什么 什么样的公共精神是好的 那就变成要么要自由主义 那么要威权极权主义 这个争夺 这个可能都不是一个 好的话题啊 所以说我们也会反过来看啊 就是什么哲学家 是伟大哲学家 绝对不在于 他提出的问题啊 他得出了完美的答案 他得出了宇宙真理 那不可能 我们知道形而上去 是绝对不会有 最终最终极的根本真理的 重要性在于 他提出了一个好的问题 而且他为这个问题的解答 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这个方向 值得我们沿着这个方向来走 康德的问题就是 人能不能认识 有没有自由的问题 康德的论证 兴许有问题 但直到今天 这个问题没有被解答 我们意识到 这是社会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而且康德指出的问题 解答的方向呢 是对的 同样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黑格尔 黄色的问题 estamos识到 我们来讨论啊 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他在这一个地方 你再讨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黑格尔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哲学问题更多 黑格尔的哲学到今天你觉得他更傻 但是同样黑格尔提出了另外一条重要的道路 且他指的这个方向和方式 是这个道路上我们必须往下去走的一条路 因此黑格尔同样伟大 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黑格尔 那黑格尔叫古典哲学的终结 其实我们说康德和黑格尔可能哲学有两座高峰 因为不管你认可 其实我并不完全那么认可康德和黑格尔 我最喜欢的还是尼采海德格尔 但我不得不说 从哲学史来看 虽然我认为尼采和海德格尔给出的方向我更倾向 但我认为从哲学史的伟大和意义之圣言来说 他们俩是比不上康德和黑格尔的 所以康德和黑格尔的这两座高峰 其实距离离的如此之近 只有短短25年时间 1781年康德就说 批判哲学之前是没有哲学的 因为康德认为 在批判哲学之前 哲学其实都有独断论的问题 其实确实是如此 不管是经验哲学还是理性哲学 都有独断论的问题 康德很自信的发现 只有从我这开始 哲学才是从根本开始 一条一条 用逻辑的方式严密推理推出来 把所有东西审视过一遍的 只有批判哲学 他是真哲学 OK 这蛮有道理的 25年之后 1806年 黑格尔说哲学在这里结束 黑格尔认为自己终极了哲学 当然我们之前讲 康德也讲过 康德不光说出批判哲学之前是没有哲学的 康德还在晚年的时候很自信的说 哲学快结束了 就从我这个路往下走 哲学很快就可以搞定了 就可以用完美的哲学了 黑格尔就认为自己得出了完美的哲学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那黑格尔确实对康德有很大的延续作用 在黑格尔7年的时候 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康德主义者 但康德哲学有这么三个事项 一个遗产两个问题 第一个遗产就是彻底的认识论转向 并且转向认识论系统 你如果没有那么了解哲学 你大概也知道 哲学大概分什么本体论 认识论 逻辑学 等等等等的 本体论就是人是谁 等等等等的问题 认识论问题就是知识如何可能 如何认识世界 其实本来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之争 就已经是向认识论 慢慢转向的过程了 就是我们如何形成知识的过程 康德的这个一举 惦记了这个人的认识论 确实导致了全面的认识论转向 并且这个转向的哲学就是要形成一个系统 形成一个像科学一样的理性系统 这就是跟黑格尔同时来费希特所讲的 一个科学具有系统性形态 它之中的所有命题 在唯一的机缘命题中连接在其一 并在它之中统一为一个整体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纯粹理性批判 就会发现 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构就像个数学书一样 虽然没有数学公式 但其结构非常严谨 命题一 假设一 推理一 假设二 推理二 一条一条从命题 往下一步一步推到康德要的结论 非常非常严谨 但这也说明为什么 一定要看哲学原著 我当然可以花两三句话 把康德的主旨讲给你 花四个小时 把康德的基本结论讲给你 但是这个你可能就吸收了康德的5% 真正95%的精华部分 就是康德是怎么一条条推论出来的 这才是真正他哲学的最核心的气根本 所以说你听任何讲都代替不了去读书 这也是我们这个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OK回到这个话题 除了彻底的认识论转向之外 康德确实留下了两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就是物子体的遗憾 康德哲学依然无法逃离一种不可知论的色彩 所以很多人认为康德是个不可知论者 因为物子体是不可能全面把握的 这还是挺遗憾的 因为如果物子体不能全面把握 这个认识论体系到底认识的有多好 你认识的是1% 10% 还是50% 这是不可算的 所以很可能我们知道的世界 是这个世界的九牛一毛 当然从今天的来看 很可能这就是事实 很可能我们能认识的世界 还真就是与之的九牛一毛 说明康德说的很对 但是至少从哲学上 从认识论上讲 这东西挺遗憾的 我们能知道更多吗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抽象道德的问题 就康德的目的国 就说到最后 其实也没完全说到目的是什么 虽然在实践理性批判之中 就实践理性有几条 比如说不能撒谎 但这个我们今天听起来很荒谬 康德的实践理性竟然是不能撒谎 就是不自欺 当然他的这个是个更广义的 虽然有的在很多场景之下 确实你会觉得荒唐 但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除了这几条之外 人的目的是什么 虽然康德推进积极自由 而不是消极自由 但对于积极自由的内涵 还是没太说出来 到底是什么 到底人该做什么 所以面对这样的遗憾 黑格尔会延续他的真诚 黑格尔在青年时代 是一个彻底的康德主义者 也非常非常的支持康德 他在这个哲学史演讲录里面 就提到了 康德是最好的哲学导论 但很快呢 黑格尔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系统 黑格尔说 我的出发点是生命概念 生命被理解为无限 生命概念与精神概念是相似的 因此我彻底告别了康德 所以就是黑格尔基本出发点 黑格尔不从理性出发 虽然黑格尔最后推向了 一个更大的理性 但黑格尔确实是从生命出发的 这个在我们讲解黑格尔两期里面 特别是讲解精神现象学部分 一个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一个意识怎么推向 一个更复杂的意识过程 就是黑格尔对这个的推理 第二黑格尔问题也面临 当时很现实的社会问题 所以康德其实是一个 看起来抽象性质更高的哲学 黑格尔哲学呢 历史性和时代性更强 所以虽然康德哲学 直接开启了现代哲学的话题 我们之后会讲啊 就本体论哲学 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搞清楚这玩意儿呢 第二但是黑格尔哲学呢 却更加面对现代哲学的问题 虽然它最后形成的是像 亚里士多德式的一个 包罗万象的百科大权体系 但实际上它更面对现代性的问题 就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当时的实证主义宗教批判 什么叫实证主义宗教 实证主义宗教就是说 我这有神迹 我是天主教教堂 我这有一个人的病治好了 你总该相信了吧 所以实证主义就是一套 权威和证据的宗教 在当时呢 其实挺迷信的 那今天很多宗教 还是实证主义宗教 今天科学其实也实证主义科学 对吧 因为这个因此权威 因此相信 其实也是今天的模式 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康德说的 何为理性里面 我们不能够自由运用 自己理性的问题 但黑格尔呢 能够把它跟社会现实 做更好的连接 所以黑格尔面临的一个现状 就是实证主义宗教批判 第二个现状就是 法哲学与社会的问题 同样在大革命之中 为什么大革命 做这种主义宗教批判恐怖 也是黑格尔面临的现实问题 黑格尔呢 是铁杆的法国大革命支持者 比康德更狂热 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康德岁数大一点了 黑格尔那会儿 22岁 大革命高潮的时候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当时这几个了不得的人物啊 是同学 神宣的同学 就是黑格尔 谢灵与赫尔德林 在图兵根神宣镇读书呢 谢灵被马赛曲翻成德文 他们就组织同学一起合唱马赛曲 而且在神宣里面 种植自由术 组成政治俱乐部 阅读福尔泰 卢梭 一众法国书刊 不知道有没有包括 我们之前讲 法国大革命前的小黄书啊 当时这是一帮 最新于法国大革命的年轻人 然后当时黑格尔就这么说 一个民族是青春的天才 一个是日趋衰老的天才 前者富有热情 呼唤他的力量 如鸡四可的奔赴新事物 对新事物感到最生动活泼的兴趣 但是他也许又抛弃了这新事物 而抓住另一个东西 但这东西绝不会是 在他骄傲自由的脖子上 套上枷锁的东西 然而日趋衰老的天才 则主要表现为 在每一方面都固执的依赖于传统 所以他带着枷锁 就像一个老年人带着脚痛风 尽管他生淫叫苦 但他却不能摆脱他 只好听任他的统治者 为所欲为的以此来折磨他 但他只是以半自觉的状态 不由自主不公开的 宜然自主的享受 他自己引起别人的同情 他以空谈来度过他的节日 就像对一个 跌跌不休的老年人一样 这当然讲的呢 就是当时的法国语得意志 黑格尔将法国 比喻为这样一个年轻人 将得意志呢 比喻为这么一个衰老的人 因此他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喜欢大革命的 但黑格尔确实有一个 不同的对象 就是黑格尔我们说了 对于生命 对于精神的热爱 精神的载体是什么呢 精神的载体其实是人 因此黑格尔当时在耶拿 写他第一部 惊世骇俗的著作 精神现象学 正要写完的时候 法军攻过来了 所以还导致黑格尔出一些麻烦 他的手稿曾经还遗失过 但就在耶拿 他看到拿破仑进城 黑格尔是这么评价拿破仑的 我看到了皇帝 这个世界精神 起码巡查全城 这样一个人 他掌握着世界 主宰着世界 眼前却关注一点 具于马上 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同时在精神像学序言里面 黑格尔写过类似的话 我们的时代 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 一个向着新时代 过渡的时代 精神意见 与这绵延至今的世界决裂 见经的 尚未改变整体面 被灵敲碎打 被一道突然的闪电中断了 这闪电一下子树立了新世界的形象 这里说的就是拿破仑 对黑格尔明显感觉到了 人的精神 在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的巨大作用 因此精神现象学 第三章 精神里面第一 有一个小部分叫 绝对自由与恐怖 就是黑格尔对大革命的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里面讲了一个 绝对自由 从他自我毁灭着的现实性过程 过渡到另一片天地 就绝对自由 自我毁灭 走入恐怖的过程 所以黑格尔直接回应大革命呢 就是绝对自由精神的负面 而导致的恐怖 这不光是大革命 对于拿破仑 你知道拿破仑晚年复辟 拿破仑不是复辟了一次 拿破仑的孙子 就是拿破仑三世又复辟了一次吗 黑格尔都看在眼里 很不喜欢 他是这么说的 看到一个伟大天才的自我毁灭 是可怕的场景 这不是希腊悲剧 平庸群众全体以不可抗拒的沉重重力 不停的 不妥学的 最终成功的把在上面的东西 拉下到自身水平 甚至更低 全部的转折点 以及群众 为什么有力量的原因在于 伟大的个人 自己赋予群众 做如他们所做的权利 因而参与了自身的沉沦 你看黑格尔这些话里面 就听着很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呢 黑格尔有一个很重大的 你可以管它叫复归 也可以管它要前进一步 黑格尔是不相信平等这回事的 就是黑格尔其实分辨过平等 因为卢梭的平等 已经一杆总的共产主义了 财产平等 黑格尔专门论述过这个 在法哲学原理里面 黑格尔说 平等就是人都能够获取财产 就行了 他的财产到底平不平等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当然我们把这话先放在这 黑格尔的哲学里面 有很少的平等 他是不怎么喜欢平等的 这个到底是个进步 还是个倒退呢 我们可以之后再说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黑格尔 哲学的几个重要特点 黑格尔呢 我们可以说哲学史传统啊 是从黑格尔开始的 黑格尔把哲学跟哲学史 结合到一起 将历史呢 引入了哲学 跟他同时代的哲学家 包括跟今天哲学家 有点不一样 黑格尔很厉害的 也是他博览群书 他对于世界历史 东西文化 时代变化 各种思潮学说 风俗习惯 宗教啊 文艺啊 各种传统 都信手拈来 所以黑格尔可以从 在很大尺度上 驾驭这种 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 从中形成 他的哲学史的观点 他对哲学史是这样想的 他有这么几句话 每一个人都是 他时代的产儿 哲学也是这样 他是把握在 思想中的 他的时代 妄想一种哲学 可以超出 他那个时代 这与妄想 个人可以跳出 他的时代 跳出罗托斯岛 是同样愚蠢的 大家可以说 所以历史和真理 就能够统一在一起了 我们真正的本性 是通过历史的发展 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 然后创造出 一个新世界 而真正历史的发展 是通过我们 对于这个本性理解的 不断深入而造成的 这样 真理的意识 就和历史的实存 同样重要了 因为正是意识的深入 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这个观点 我们接受起来很容易 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 马克思是 是青年黑格尔学派 但是黑格尔改造为 唯物主义的一个学派 所以这种历史前进 观念前进 这种观点 对于我们来讲 一点不陌生 你听起来可能觉得 黑格尔说挺有道理 就是历史不断前进 思想不断前进 但其实黑格尔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黑格尔认为 历史的前进 是有终点的 你要想到 黑格尔说 哲学终结了 意思是说 你看就刚刚说 哲学在历史中发展 为什么哲学终结呢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 历史和哲学 都已经发展到了 它最好的状态 就是我这个时代 我这个时代 我提的政治制度 和我的哲学 就是哲学与历史的完结 我们今天觉得 哇他太荒唐了 这个傻透了 但你看福山在二战之后 也写过历史的终结 当时我们也觉得 没有太傻 但我们会觉得 你看历史在发展 但我跟你说 保不起哪天 因为人工智能 带来的新的局面 我们发现 人的历史 确实一潭死水 又有人提出 新的历史终结论 那个时候 你可能还觉得 挺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 先放下觉得 黑格尔如果说 历史有终结 是个很愚蠢的结论 不谈 意思说黑格尔 确实认为 历史在变化之中 哲学随着历史的变化 而变化 而黑格尔 跟今天的科学主义者 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认为这个变化 是有终点的 事实上马克思也是 马克思当然也认为 社会变化的终点 就是共产主义 对吧 所以说认为 社会变化有终点的观念 并没有今天 你初听起来 那么荒谬 甚至某种程度 很多时候 你自己也某种程度 认可这样的观点 那么在这个时候 康德的哲学 就具有它的局限性了 康德的哲学 由于他自己的问题 其实也是康德 自己提出的问题 理性不能完成 启蒙目标 黑格尔更敏锐的指出 理性甚至恰恰 促使得启蒙目标的反面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黑格尔的 黑格尔的实证哲学批判 同样这个时候 理性也是实证的 成为实证理性批判 所以说黑格尔认为 康德的纯粹理性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权威 当然黑格尔也在历史中 找到了它的事实 就是法格大革命 如此之类的崇拜 理性的代表 就是福尔泰 结果完全带来了 相反的结果 你会发现 法格大革命恐怖化之后 根本跟理性 跟自由没有一点关系 所以说黑格尔 做了最重要的改造 黑格尔将理性 改造为动态的 而非静态的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得出了理性 在体系之上 确实是一个静态理性 而不是一个动态的理性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呢 带来一种终极的动力解释 但辩证法不是黑格尔发明的 是古希腊指挥家赫拉克利特 就是万物接流的那位发明的 就是赫拉克利特最初的 就说的是什么叫万物接流呢 就是对象对立统一的 白天变黑夜 黑夜拜白天 热变冷冷变热 就是万物呢 都是对立统一的 就形成一种辩证 当然那个东西叫 朴素辩证法 从黑格尔这里呢 变成理性辩证法 就是精神的辩证 意识的自我否定 黑格尔和康德都是 虽然我们批判 把它分为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啊 但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呢 我们可以说是 他们确实是唯心主义哲学家 我们可以这么去帮助理解啊 但是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老是去提出 其实并没有唯物唯心的区分 这个区分本身 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因此根本的辩证呢 是精神辩证 是意识的自我否定 因为其实理性啊 从启蒙来讲 理性其实就是反思 从笛卡尔的怀疑开始 理性就是反思精神 但黑格尔其实看出了 理性的多重反思 我们反思一个事 我们反思对这个事的反思 它可以不断的往下 正是这个不断往下的过程 在推进理性发展 所以纯粹理性批判之理性 也不是终点 我们人不仅仅有 纯粹理性批判的理性 我们还可以反思这个 还可以再反思 因此构成一个辩证关系 所以说实话 因为它是意识的结构嘛 意识我们也反复提到 什么叫反身性reflection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 无限嵌套的反思结构 对吧 所以说其实我一直没有 搞懂马克思的 唯物辩证法是什么东西 就是如果是唯物辩证法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在推动它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人 唯物辩证法是 人民群众的发展 这不还是人的精神和动机吗 如果是物质推动发展 是什么物质 在推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所以我其实一直没太高通 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是什么 因为我就黑格尔说的有道理 就是辩证法 来源于意识的自我否定性 这确实是意识的一个根本结构 所以脱离意识讲辩证法 我反而不知道 是什么玩意儿在辩证了 这还有个有意思 就50岁的黑格尔 拜见80岁的德意志 可能全民的最高精神象征 跟哥德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黑格尔 但黑格尔当时也是50岁 正式全胜周期 应该可能已经当柏林大学校长了 没记错的话 黑格尔对对哥德说 说到底 辩证法不过是 每个人固有的矛盾精神 经过规律化和系统化 而发展出来的 在此基础之上 辩证才能在辨别真伪时 起的巨大的作用 他给哥德推销辩证法 哥德回 但愿这种乖巧的辩证技巧 没有经常被人勿拥来 把真说成为 把伪说成真 黑格尔就怼回去说 您说那种情形 当然也会发生 但只限于精神病人 而哥德说 幸好研究自然科学 没让我患上精神病 面对自然 我们探求的是 无尽且永恒的真理 观察和处理题材时 没有诚实认真的态度 就会被真理抛弃 我还深信 我还深信 辩证法的许多毛病 可以通过研究自然 而得到治疗 对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两种思潮 就是反形而上学的 自然科学思潮 和编证法思潮 因为哥德确实是一个 虽然他是大文学家 但其实最新于科学研究 我们之前讲书本华讲过 他还利用过书本华一小节 和他一起搞科学研究 哥德确实还做出点作品 所以黑格尔 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就是本体论论论和逻辑学 三合一 也就是在康德那里 其实本体论与认识论 已经合一了 人是什么 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 他是怎么认识世界的 但是康德的逻辑 还是形式逻辑 这个形式逻辑 就会带来一些矛盾 但在黑格尔这里 逻辑学已经完全不是 形式逻辑了 而是辩证逻辑 形式逻辑 就是三段论之类的 数学逻辑 数理逻辑 三段论逻辑 辩证逻辑 就是万物的根本逻辑 所以辩证逻辑 既是认识论 理性也是通过辩证往前的 也是事物发展本体 本体存在辩证力量 所以黑格尔这里 完成了哲学的大合一 本体论识论 和逻辑学的三合一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黑格尔就可以完全说 是拿破仑推动了历史 因为你看 历史本身也是逻辑 也是辩证发展对吧 所以历史动力是必然的 这个辩证发展呢 正是来源于人的认识 来源于人的本体 因此三合一 我们可能会说 哇塞三合一能有什么不一样吗 三合一最大不一样 就为人的精神 人的意志 带来必然的历史结果呢 打通了一个通路 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发展呢 已经寓于了 人的理性活动之中 对 当然康德也会认为 历史的实际合理 是因为人的理性啊 就是 其实康德在处理 知性与理性对立统一关系 我这里多提一句是说 并不是说康德 完全没想到辩证法 在康德的认识论里面 知性与理性 就是对立统一的 但我不是说 康德其实包含了 黑格尔所有理论啊 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 黑格尔确实把他提出来 很明显的说出来了 具有巨大的意义 只是说 我不想让康德 显得很愚蠢 都没想到这些问题 不太可能 对黑格尔哲学呢 非常强调能动性 就这些词 我们都不陌生啊 因为我们学过 三手马折 就是 被恩格斯改造的 又被梁赞诺夫改造的 又被毛泽东改造的 又被毛泽东首要四手 被毛泽东首下的一帮理论家 改造的四手马折 四手马折 就是五手黑格尔主义 所以我们肯定听过这词啊 什么能动性之类的 因此黑格尔极端强调能动性 就是实体 实体呢 就是主体 实体 比如石头啊 树啊 就是主体 所以历史呢 有根本精神 所以黑格尔不仅认为 只有人有精神 历史也有精神 这个东西就是绝对精神 绝对精神呢 当然黑格尔有个很伟大的创举啊 我们如果你们感兴趣 回去听精神像学 就黑格尔那期 人的辩证过程 就是从简单理性 辩证 推理到自然过程 回归到人的过程本身 也就是说 人是什么 人就要意识到 说的夸张点啊 我就是神 我的精神就是绝对精神 这是黑格尔的人的过程 正是因为完成这个推理 哲学当然会终结了 因为已经推到这一步了 哲学还不终结 因此黑格尔特别强调 绝对精神的能动性 包括历史的发展 就是绝对精神 慢慢往上升 走上他更好的层面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 很值得讲一讲黑格尔的话 就是老被误解的话 就是存在即合理 就经常现在这个话 现在的用途呢 是给现在的事情找理由 比如说谁出了一个事 或者有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我们说 就我们可能有的人认为 没那么糟糕 我们就捍卫他 嗨 存在即合理 黑格尔不是一个意思 首先存在即合理这个话 就不是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的原文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但什么叫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我们一定要把握 康德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哲学 黑格尔是绝对动态的哲学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一定会成为现实 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改变 而不是静态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指出现在的世界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说 存在即合理 恰恰我们说的是 这个事一定会改变 让它变得合乎理性 理性一定会透过改变这个事情 让这个事情符合理性的现实 也就是说 存在即合理的根本意涵 说的是 如果这事有矛盾 它就变定了 说的是这个意思 恰恰不是说这个事 现在就很合理 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黑格尔也有三段自由意涵 那会儿都新这个 第一段是抽象 黑格尔第一层是抽象自由 抽象自由呢 但黑格尔就没有延续 卢梭与康德的传统了 在黑格尔看来 抽象自由就是意识本身 反思的自由 这个自由是什么 就是否定 所以黑格尔认为 最低级的自由就是否定 这个否定就是我们说 大革命说的 平等等于反对 对吧 我们批判过大革命过程 对于平等的最糟糕的改造 就平等就等于打倒对方 打倒一方 我们就平等了 所以就是最简单 黑格尔认为最低等的抽象自由 第二层自由 叫做任性的自由 任性的自由呢 恰恰是黑格尔认为 就是康德就说到这层了 就是和目的性 我有一个目的 我要实现这个目的 当然康德的目的呢 是这个道德律 这是任性的自由 黑格尔认为呢 有一个具体的自由 这个具体的自由呢 就是与绝对精神相符合的自由 但由于康德的自律 道德律是也是 道德律是自然法 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一部分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暗含了这个具体自由的部分 但这个具体自由 确实比康德更近一步 也就是具体自由 与绝对精神相符 由于黑格尔又认为呢 绝对精神会在历史之中发展 因此这个自由呢 被给予的内容 什么内容呢 与当前历史发展精神相符的自由 比如说康德会认为 有绝对的道德存在 比如说人不能自欺 是个亘古不变的道德 黑格尔认为没有 黑格尔认为只有伦理 绝对的是绝对精神 但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呢 要看绝对精神在历史中 怎么发展 所以有的人认为 黑格尔比康德会更缺乏 那个不是缺乏 会更少那种理念主义 和理想主义精神 更实际 说的就是这个层面 黑格尔不相信 有除了抽象意义以外 那么绝对的存在 其实呢 他会认为 没有绝对的道德 只有相对的伦理 但某种程度上呢 黑格尔又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因为康德知道 穆帝国无法实现 我们要实现的是法治国 但黑格尔认为 绝对精神是可以实现的 比如说他认为 他老人家自己 肯定就已经与绝对精神合一了 但你听着别觉得奇怪啊 我们之前说过 任何凡事敢提出 历史终结的人 包括马克思 在逻辑上 一定得实现 我就是绝对精神 我是历史精神本身 不然的话 我怎么可能知道 历史终结是什么呢 今天也脱堂了 因为平时我们 其实就搞两个小时 搞了十点 那今天 我得把这部分讲完 没多少了 我得把它讲完 所以在黑格尔 这个哲学意义之上呢 他进一步推进了 人类的辩证逻辑 我们知道辩证逻辑 是正反合 对吧 正题变成反题 反题变成合题 因此黑格尔不是说了吗 他说了自由的意涵 那自由的意涵 怎么在人的社会之中完成呢 就是从家庭 到市民社会 到国家的过程 家庭是这个正题 在黑格尔 黑格尔反对康德 把家庭看作契约的 一个观点 康德认为家庭 是基于性权利 和性工具的一个契约 黑格尔认为 黑格尔其实是 反对这种社会契约论的 黑格尔社会契约 非常非常狭窄 因为黑格尔确实 他的劫法很不一样 黑格尔认为家庭 是基于爱的 所以黑格尔对家庭的 范畴力气 比康德也会大一些 这是一种特殊性的利益 是小家庭 彼此之间的特殊性利益 黑格尔认为 家庭的反题 是市民社会 因为家庭基于爱 是没有利益矛盾的 就是大家其实 是绝对的利益共同体 但形成市民社会之后 产生了利益的矛盾 就是A家庭与B家庭 很可能他们的利益是矛盾的 所以市民社会结合的原因 就不是爱了 而是中介体系 会需要有很多中介体系 来调和不同家庭之间的矛盾 所以家庭代表一种 特殊性的利益 市民社会代表一种多数 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那这是一个政体 家庭 一个反题市民社会 形成的合体是什么呢 合体是国家 国家呢 就是基于绝对精神 而地结 不能叫地结 地结变成社会契约论 不是地结 而构成的主体 这个主体呢 既不代表特殊性 也不代表多数性 这个主体呢 代表普遍性 这个多数性呢 其实就是对卢梭的批判 卢梭要的就是一个 general will general当然有普遍的意思 但也有多数的意思 正是因为 我们看雅各宾派嘛 实际上是多数 对吧 黑格尔认为 坏就坏在这了 就如果你们能实现 universal will 普遍性的意志 就OK了 所以这就是黑格尔 对于社会运行的 一个三段辩证 家庭 市民社会 国家 这就必须多说一句了 黑格尔所形成的 国家概念 非常不一样 黑格尔也不搞 现代三权分立 也不搞绝对法治 黑格尔想形成的国家 当然很多人说 黑格尔就是在给 当时普鲁士洗地啊 但我觉得这个太小 看黑格尔了 但黑格尔想形成一个 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黑格尔的法哲学 原理是一本 非常晦涩的书啊 我就 因为时间也不多 我尽量讲快点 我就大概说一下黑格尔 在黑格尔的国家体系里面 是王权 行政权和立法权 三者有即统一 但不是分立 其中王权 就是君主 专制 是其中最核心 最根本的一个权力 而行政权和立法权 恰恰只是王权的附庸 在黑格尔所实现的 立法待遇制社会里面 真正实现立法的 不是像法国和其他国家议会 是由民众形成 比如说两层医院 上医院 下医院 就贵族和民众 在黑格尔的这个立法权里面 真正扮演重要的作用的 是刚才市民社会的中介阶层 说白了 就是实际的官员 黑格尔认为 官员不是靠自己的财政 和财产形成国家的 不是靠财产权利 去担任官员的 而是靠自己对于 绝对意志的掌握和理解 所以立法权里面 实际真正执行立法权的是官员 而不是普通的人 而行政权部分呢 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 所以说黑格尔特别看重 法国革命 或拿破仑所形成的制度 所以你看黑格尔 为什么要在王权在先 就是希望有拿破仑 这样的世界精神 来成为王 而由世界精神之下 能够掌握绝对精神的 来做立法 当然马克思极大的 继承了这样一种国家制度 所以说 大家开始考虑一个国家 你就会发现 他还真就是 我说的那个国家 他现在的实际制度 相信绝对精神 相信对未来的预测 官员在立法中扮演 绝对重要的作用 领袖意志 领袖意志代表世界精神 你会发现 我们听黑格尔这套 这套话 觉得黑格尔以胡说八道居多 但发现 黑格尔所希望的这个社会 还真就是我们经历的这个社会 所以你会看 在这个里面呢 他的动力学 不用相信分权带来的制衡 不用相信自由主义带来的竞争 他相信的是 内部结构的自我矛盾 自我否定 自我洋气带来的动力 你稍微对政治敏感一点 你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吧 他不相信外部制衡 他不相信彼此制衡 他相信自我内部的制衡 否定带来的 他相信彻底理性 不像康德还有一个物质体 他相信没有东西是存而不论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彻底理性 逻辑主义的了解 因此 一个人 一个具有绝对精神的人 对于历史的终局 就是有把握的 类似于黑格尔 类似于马克思 类似于之后 认为自己能够把握 世界精神与绝对精神 带来历史终局的人物 因此在黑格尔体系里面 没有什么东西是神秘的 所有神秘之物 都变得可传授和理解 事实上 我会认为 这就是人格化的休默 我们回到休默啊 休默也认为自然之中啊 或者历史之中存在一种力 这个力呢 在推动历史发展 这个力呢 在休默看来很像进化 就是那个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黑格尔跟他不同 认为黑格尔认为 人可以把握这个东西 你别说这是什么力 这个力我告诉你是什么 这个力是绝对精神 绝对精神是可以被人把握的 那我们说到今天最实际的 我们会说 绝对精神这话太虚了 但是今天是不是逐渐出现一种思潮与观点 认为人工智能可以为某个集团和群体赋能 让他实现远超单人理性能够实现的预测与数据能力 所以人工智能治国如果被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的团体所掌握的话呢 他实际上在不光是在理念上啊 在实际能力上逼近黑格尔要这种彻底理讯与彻底逻辑主义 对黑格尔用自我关系代替了抽象关系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跟康德有什么巨大的不一样啊 康德相信的还是一种普遍性的平等 相信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抽象的共性 黑格尔很不强调这个 黑格尔强调个人的精神与个人精神所实现之物 这个东西慢慢变成意志 其实也逐渐被尼采所接受和继承 所以黑格尔这套系统确实听起来 你会觉得在他听起来的不像康德那么有道理 但我必须说 他虽然听着不像康德那么有道理 是为两点原因 第一他不好听 康德那点更接近启蒙的本质 不叫本质啊 我说错了 更接近启蒙的表象 更接近启蒙表述出来的那一套人权平等自由观念 黑格尔这套话呢 说起来不好听 所以我们觉得听起来没道理 第二呢 康德的那个是相对抽象的自由 更接近我们今天虚无主义 与相对主义之间 之间就是不去妄谈实际 不妄谈终极的这个思潮 黑格尔呢 却非常勇敢的在谈终极 谈这个东西 虽然黑格尔理论听起来很不好听 确实今天呢 康德比黑格尔更受关注 但我们却真实的会发现 在某种历史视角上来看 黑格尔所描述的社会观念 远远就比如说康德的法治国 和黑格尔这种君主立宪国 现在大数国还是哪种国家 当然是后者是黑格尔式的国家了 所以说黑格尔和康德 其实是两条道路 康德道路呢 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遵从的是道德至上 以道德律来形成法治国 是一个重要的路线 黑格尔路线呢 是进一步沿着康德路线往下 他同样因为康德路线的问题 他解决了这个极端的理性主义 极端经验主义的问题 他走向唯意志论 我们知道唯意志论在后期 其实他不叫黑格尔还不是唯意志论啊 但意志在里面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这个思潮在后面相当相当重要啊 就是尼采 福哥 海德格尔等等等等 延续他到今天到后现代 其实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潮 强调精神 强调意志的作用 所以黑格尔这个作用 也同样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路 那今天呢 也值得沿着这个道路往下去做 因为这个道路确实在今天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表征 形成了很多实际的矛盾和问题 当然 由于黑格尔敢说 黑格尔也敢构建百科全数式的体系 所以黑格尔体系受到的攻击啊 那比康德克多得多 就是很多人觉得黑格尔就是一骗子 就是一悬丝家 说这些没用的话 当然 如果你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 我们说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 你翘上说人性非善非恶 当然 听起来你这个想象的更有道理了 会人性 人性无善无恶 但这种话的问题就是 你其实什么也没说出来嘛 就跟没说一样 对黑格尔虽然勇敢建立体系啊 这个体系受到后面很多的抨击 当然你 你能看到这个抨击的力量啊 随着体系抨击和稍加改造 马克思 直接启发出两个大国 苏联与我们的改造 进一步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 对吧 所以其实他确实 指出了一个重要方向 这个方向我们今天还在探索 所以说 当然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呢 你可能也会有一个自己的倾向 你会认为谁说的呢 会更符合你的判断 当然一旦说到这个话呢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更重要的路径啊 也是今天很多人研究的路径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把康德和黑格尔 看作两个对立的路径 事实上 很可能更进一步的 是要找出康德和黑格尔 真正融合 相似 其实是其共性的一部分 如果有一条道路 能够将康德道路与黑格尔道路 合而为一的话呢 很可能它是最后的道路 也不知道最后的道路啊 就说最后的道路吧 对 我就认为是最后的道路 对于从这两位高山之后呢 现代哲学的真正问题就开始了 构成了理性与精神的两条道路 第一呢 就是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这条道路 其实胡塞尔有句话说的特别厉害啊 就胡塞尔是绝对理性主义 胡塞尔说 现代一切非理性主义 其实都是理性的 最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专门研究亡瘾与毒瘾的 因为在我们看来 亡瘾与毒瘾是精神疾病 其实是非理性的 但是很多我们做人类学 特别是医学人类学研究 发现其实选择接纳亡瘾 或者吸毒的人 这个决策本身是超级理性的 比如说染毒瘾的人啊 很多特别底层人 都是因为现实生活真的很难接受 如果不用毒品做过度的话 它真的是很难熬过那个晚上 所以这个虽然在我们看起来 是非理性行为 但其实是非常非常理性的 也就是说 从胡萨尔提出这个重要的观点呢 能看到理性道路的重要的一个路径 确实是德国古典哲学 很重要的一个遗产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 现代哲学路径呢 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 作为补充的必然性 就康德指出这个方向 就是目的国 黑格尔呢 为这个方向填充燃料 就是辩证法 所以这两个价值 一个是理性本质的确立 第二个是精神传统 就辩证法所体现的那股活力 那股生命力 那个动态性的传统 从舒本华到尼采 到海德格尔 虽然尼采猛烈的抨击黑格尔 黑格尔啊 黑格尔不是黑格尔 黑格尔变海德格尔了 批判黑格尔 但哈贝马斯其实认为尼采 就是黑格尔的一支 我也这么认为 哈贝马斯的著名文章 叫做黑格尔左派 黑格尔右派和尼采 就是在讲黑格尔之后的 就一些流派 所以他直接是把尼采 画在黑格尔里面呢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还有一个重要性呢 就是为主体性问题 做奠基 主体性就是 人的意识的问题啊 就可以这么说 就自我意识的 根本结构和动力 康德为自我意识的 根本结构和动力 打下了一个框架 黑格尔呢 为自我意识的 这个框架 做进一步的论述 提出其中的动力学 所以说黑格尔 还提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 叫做哲学需要的渊源问题 所以这就是 现代性哲学 奠基之处 在黑格尔说这个话 他是这么说的 当一些现象 例如有关宗教的演讲 与思辨的需要 不直接相关 那么他们 和他们被接受 尤其是诗歌 和一般艺术 开始在他的 真正范围内 得到了荣耀 以较朦胧 或较清醒的方式 预示了哲学的需要 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听着怪怪的 但其实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 宗教是社会的基础 所有社会的正当性 和合法性来于宗教 第二 诗歌和艺术 过去是依附于宗教的 他们在宗教 如果脱离宗教 它就没有价值 但在这个时候 黑格尔发现一种分裂 就是传统必须 以神学作为核心的事物 慢慢脱离神学外壳 独立成为能被人接受的要素 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这个问题 就是哲学的问题 而且你会发现 宗教启示示威 就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 其实也不是尼采本身的渊源 这句话 黑格尔就说过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讲苦恼意识那章说过 苦恼意识是痛苦 这痛苦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 冷酷的来表述 即上帝已经死了 所以黑格尔其实 基本上原话 已经说出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尼采的上帝死了 包括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 苦恼意识是上帝死了 是现代问题的来源 就是形成这种分裂 也就是说 在现代合理的东西 为何合理 就是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 还依然困扰着我们 如果很多人愿意去看 哈佛公开课 桑德斯的那个正义课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这个课这么火 这个课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是正当的 什么东西是合理的 为什么这样课成为 哲学里面最火热的课程 就是这个问题困扰我们每个人 也就是说 笛卡尔的焦虑 就是怀疑的焦虑 成为一个确凿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干嘛 就人到底要干什么 过去这个问题 神学给你回答 神学没有了 这个问题产生了分裂 没分回答 所以主体性问题 成为现代问题的一个核心 所以如何能够抵抗相对主义 如何能够抵抗虚无主义 就是现在我们重新回复到 康德和黑格尔 能够得到重要的养分 和延续他们的路径 继续讨论下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 也就是说 认知已经不再来源于宗教 政治不再来源于日常生活 你看 这就联系到后现代所说的 超现实欲啊 抽象社会啊 都都想起来吧 就现代心里面我们讲的 抽象社会的生成啊 是现代社会啊 就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它可以不用来源于 日常生活实践 不用来源于历史传统 而形成新的合法性 这就是抽象 但抽象怎么来 抽象的矛盾性怎么解决 这是现代性的问题 恰恰是从康德和黑格尔 这里源发出来的问题 面对历史统一诉求的分离 这里我们用黑格尔的一句话 作为今天的结束啊 文化扩张的越广 分裂本身可以交织进去 生命变化就越多样 分裂的地区性的神圣性 就越坚固 对文化整体来说 就越陌生 生命的重新分娩自身 达到和谐的努力 就越无意义 这就是当下的问题 黑格尔提出的问题 多元主义 如何形成根本共识的问题 因此 黑格尔启发出 现代哲学的根本道路 和我们继续要下去研究的东西 当然 很快这个路径啊 就会被新的哲学家来填充 因为很快 青年黑格尔主义 就是我们之后会去讲的 大家非常熟悉 但其实非常陌生的 马克思 我们会讲 黑格尔 达尔文 科尔凯过尔 包括 很喜欢很喜欢的尼采 包括我们到美国去看看 美国人 对于这个哲学根本性的逃离啊 现实主义哲学 William James这样的 包括我们讲的 我们以后会说的 胡塞尔 如何从康德 获得灵感 开启现象学 那这些东西 更是我们今天 真正可以去参与和思考的 思想的前线 所以说我们就 应该还有两期 就可以把这个结束 在整个2017年的晚节 也是我们梳理 从1400年到1900年 历史发展 与思想联动过程的一个晚节 好 我们继续期待下周的课程 今天好像抄时间太久了 不好意思啊 耽误大家的一些时间 那要记得敢于去相信 我们下期再见 非常感谢你收听本节目 如果希望每周一加入微信群 跟我们一起学习 提出问题 看到每次分享的keynote 可以微信添加 想借Joyshare 想借的拼音 XINGJIE Joyshare JOYSHARE 并说牛津通知读本 就可以被我们拉入群中 每周一起学习了 欢迎你来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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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